身为冥界的亡灵女巫,这七尊吸血鬼亚生对诱惑拥有不错的抗性 亡灵女巫本来就是冥界用来对抗界外来客的第一阵线 强大的意志是每个亡灵女巫必备的能力 我们还有机会,这个奇怪的空间正在缩水 它构造出来的美好世界 也一天比一天虚幻,这就是我们逃出去的最好机会 金发的吸血鬼女巫为姐妹们打气 也正是因为宠物空间构造出来的梦境 不再那么完美有了些缺陷 才让这几只吸血鬼女巫抓住了机会 他们不断催动组队阵法 利用亡灵女巫的传承阵法寻找空间的破绽 试图强行破开空间 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 宠物空间好像真的有些不稳定起来 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 许奇记的眼魔小号通过神族的传送点 连续数次的传送后 成功抵达到自己世界天外宇宙中的神族舰队之上 在宇宙中眺望着自己的星球 许奇记心头一满 这就是他想守护的地方 是他的窝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瞄了眼自己的世界后 许奇记的神识又扫过虚空 随意打量了下神族的现状 神族舰队的数量 比起几个月前增加了许多 从眼魔族 提前住完人道之舰部分后 神族这边也有些焦虑起来 他们在加快攻略防御的速度 争取以更快的速度 磨灭着该死的防御 驱逐自己负责的那部分人道之舰 不要拖了后腿 神族在九届九族中 算是一个比较骄傲的种族 毕竟有钱 他们看其他族的眼神就像是看穷逼 当许奇记的身影踏出空间传送装置时 已经有好几位舰长在等着这位 神族护族法王的来到 舰长们并没有排斥许奇记 护族法王在神族历代都是很受尊敬的 更何况许奇记在成为神族法王前 曾经亲自冒险降临到人族世界 进行斩首计划 当时这尊眼魔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赢得了所有舰长的尊重 这是真正的勇士 许奇记骑着龙兽踏出传送装置后 装模作样地望了眼那防御层 问道 自我上次斩首计划后 这防御破了几层 回法王 我们虽然已经尽力了 但这防御只碎了一层 之后就再无动静 到现在 最外层的防御上连碎纹都没浮现 防御反而像是变得更强了 有位舰长苦笑道 这位舰长的体内有着深厚的 大下系统功力 至少已经到了四境虚王级别 距离凝聚金丹都不远了 这是个可造之才 肯定是日夜修炼大下系统 我们都怀疑 斩首计划 会不会是对这防御阵法的一种刺激 又有一位舰长 悠悠地叹了口气 大家不用这么悲观 或许只是这个防御 找到了新的核心 许奇迹很虚伪地安慰大家 顺带着将神族的猜测给拐弯 尽量不要让神族王许奇迹 还没死这个思路去猜测 而且 我来就是为了处理这事 我曾经潜入过这防御的内部 对这防御有着很深的理解 让我好好看看 说不定能有办法助大家拿下一层防御 眼魔虚巴巴说话间 利用 好朋友之力 调动神族各位舰长的情绪 凭空让他们的情绪激昂起来 在座的各位舰长 原本失落的情绪 仿佛一下子就得到了激发 整个人像是啃了禁忌之药般 呼吸都粗重起来 这就是护族法王的魅力吗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就能让我们恢复斗志 舰长们对许奇迹的好感度 不断提升 甚至想要一直留在他的身边 不要离开护族法王半步 说起来 除了一点点磨着防御外 我们神族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 许奇迹带着各位舰长 一边走着 一边询问道 既然打入了敌人的内部 那肯定得趁机多问些内幕出来 卧底就得有卧底的样子 多问点情报 说不定自己世界的人就能用上 除了外部磨着防御外 我们发现 能投入到世界内部的星兽等级 也稍稍提升了些 我们正尝试着 在世界的深海区域等位置 投入大量的小型星兽 让它们构架近世界 让近世界融合扩张 到时候将大体型的星兽传过去 有位舰长回复道 不过 这还是老一套的手段 没什么新意 神族一直就在这么干 似乎是看出了许奇迹的心思 那位舰长又补充道 我们在投入大量的星兽后 发现我们的近世界 已经能更大程度地影响主世界 甚至能将主世界的一些东西 托入到近世界中 这就让我们多了很多操作的余地 比如 托入一些资源 利用我们的技术 研制一些神族的特殊武器出来 制造天灾 比如在海底 可以引起海啸 在沙漠 可以引起沙尘暴 在山区 引起山崩之类的 从气候上 影响这个世界 是个好主意 许奇迹点了点头 将这点记下 而且只要在近世界里 制造出我们的一些设备后 就能制造一些 以前被我们淘汰掉的机械怪物 在新受正式影响主世界前 让这些机械怪物 做一些过度 尝试着从防御的内部 崩溃这个防御 里应外合 几位舰长七嘴八舌 将神族最近的一些计划 都都给了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不断地点动身躯 回答着 很好 就得这样 不错 我很看好你们之类的词 为这些神族舰长们打气 同时默默将他们的计划 全部记录下来 回头整理下 发给灭黄和灭凤姐妹 让他们做好准备 除了这个计划外 我们还发现了一点 一位八字腿神族舰长 露出神秘的笑容 道 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类 可以主动从防御中出来 许奇迹一愣 经过实测 这个防御只针对外界的入侵者 却不阻拦这个世界的人类 自己出来 我们成功诱惑了一批人类 为他们提供了一批 我们的小型宇宙飞船技术 让他们 自己建造了飞船 主动从世界中飞了出来 来到了我们这里 八字腿舰长继续补充道 所以我们 正准备执行一个计划 我们想试试 这些出来的人类 还能不能回去 如果他们回去的话 防御会不会阻拦他们 如果不会的话 那能不能让他们 带些我们的驱动核心走私回去 如果能 那我们攻略这个世界的计划 就能更进一步 驱动核心是神族各种武器 新建的能源动力 是神族文明的结晶之一 陈草 还能这样 许奇迹被绣得头皮发麻 法王请这边走 我们带你去看看那些人类 八字腿舰长腰弓般 想带许奇迹 去见见他的杰作 你们是怎么吸引这些人类 自己出来的 许奇迹一边跟着走 一边随口问道 我们只用了个憋足的永生借口 没想到就成了 八字腿舰长 露出乐呵的笑容 神族的纯能量体 的确能大大延长 血肉生命的寿命 甚至在寿源将近的时候 还能通过移植一颗年轻的核心 再续一波命 虽然续的命比较短 但是 哪怕是最先进的续命手术 都只能续命一两波 连神族自己的普通人员 都无法敢保证永生 更别提给其他种族的生命 进行永生操作 这么憋足的借口 就可以将这些人骗出来 果然这世界上人多了后 基数一大 傻子就太多 骗子会不够用 还好这次提前过来了一趟 察觉出了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 我得给堵上才行 许奇记心中暗道 只要离开了世界和防御 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一辈子在神族的阵营中待下去 去追求永生吧 毕竟 每个人都有追求永生的权利 许奇记可不会阻拦 身为防御核心的他 有更改防御一些设定的权限 在八字腿舰长的带领下 许奇记背到了星舰的尾端 那里有一个早就装扮好的豪华房间 里面呆着数百位不同模样的人类 这些人类享受着神族提供的物资 好吃好喝供着 许奇记的身影现身后 在这里走了个过场 所有人类的目光望着许奇记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变得热切起来 他们听说 神族有将其他血肉生物 转化为纯能量体 达到永生的技术 现在一看 果然不假 这只眼睛状 长尾巴和翅膀的生物 显然不是原生神族 而是经过了神族技术 转化的特殊个体 有成功的案例在 就代表着他们也是有希望的 许奇记目光略过这批人类 大部分都已经被洗脑过 一脸热情的表情 不过 许奇记很快发现 其中有几个人类 虽然同样表露出一脸热情的样子 但明显是在演戏 他们一直暗中打量着神族星剑的一切构造 一直在学习着的样子 甚至还有几位 一个就是老研究家 许奇记最近接触了比较多的研究家 前不久 还同死过好多黑烟帝国的国宝 及研究者 对研究家特殊的气质 一目了然 看样子 倒也不全是想象中的傻子 太多局面 许奇记一下子欣慰了不少 这些人员 自然是人类尝试着 打入神族内部的探子 抱着必死的心智 潜入到神族内部的 估计是希望带回些有用的情报 那些研究者 或许是带着解析神族科技而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些人干着和许奇记一样的事 大家都是卧底来着 许奇记大概选中了几个成员后 将他们寄了下来 到时候 如果神族真要实验 将他们送回到人类世界的话 他可以暗中放水 适当地放几个人回去 至于那一批 真正追求永生的梦想家 就留在神族 继续消耗神族的资源吧 哪怕是多吃些神族的物资 也算是贡献了 法王殿下 既然你来了 不如这次的行动 就交由你来指挥 八字腿的舰长 适时地拍了个马屁 无需如此 我来不是要抢夺诸位的功劳 我来只是为了协助诸位舰长 许奇记微微一笑 功劳对我而言 只是浮云 所以 让这些人类返回防御的事 就交由你们自己来处理 我在一边看着就好 他说话间又悄悄勾动神族舰长的情绪 让大伙心中浮现淡淡的感动 他这么频繁地操作舰长们的情绪 是在实验自己的好友之力 尽量让自己更快地适应掌握这种力量 在未来 最终时刻 能更好地发挥自己好友之力的效果 同时 他也是在借助调动情绪的期间 悄悄影响几位舰长的无感 一会儿实验人类能不能回归时 他要让神族舰长将特定的驱动核心 之类的物品 装入到那几位明显的梦想家船上 法王仁义 八字腿舰长内心对许奇迹的好感值 又加了几分 片刻后 神族星舰这边稍加准备 一艘艘人族自己建造出来的小型飞船 被派遣回去 骑上那批被洗脑的长生梦想者 双眼迷离 开开心心地坐上自己的飞船 回归世界 他们梦想着完成任务后 就能获得成为纯能量体的资格 转化后获得长生 在他们的飞船上 赛上了一些来自神族的驱动核心之类的物品 随着一声令下 好几艘小型飞船 从虚空中返回到现实 最前面的几艘飞船 顺利融入到了防御中 他们是船上没携带任何外物的飞船 没有被防御阻拦 而后面的一批飞船 同一接触到防御时 直接就撞成粉碎 爆炸开来 看样子 连携带外物都不能进入这个防御 这个防御的识别功能 这么强大的吗 可恶 八字腿舰长 见计划失败大半 恨恨咬牙 而许奇迹抓住机会 指着爆炸的地点到 在那里 派遣大量的新兽闯进去 快点 快点 派新兽过去 再迟点的话 俺的防御就要撑不住了 见许奇迹突然发命令 舰长们连忙派出精锐新兽 大批攻网爆炸之处 就在新兽们扑上去的时候 防御划出一个黑洞 将新兽全部吞噬 又片刻后 大量的雪花裂痕 在防御上浮现 顿时 所有舰长眼睛都亮了起来 法王牛P 碎了 碎了 又一层防御碎了 欢呼声此起彼伏 牺牲了一小群新兽这种代价 根本不被神族成员放在心里 也只有少许几只拥有智慧的新兽 在暗中悲伤 除他们外 整个远征舰队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在诸位舰长们眼中看来 困扰了他们小半年 让他们吃不香 睡不着的防御 却在须巴巴法王刚一到来 随手指点之下 瞬间破裂 心目中 须巴巴法王高大的形象 更上一层楼 原本就对许几记 倍感亲切的诸位舰长 心中甚至已经想好了 为法王请功 的稿子 要用最华丽的词句 来为须巴巴法王邀功 舰长们会变得如此狂热 自然也少不了好朋友功法的影响 如果是正常情情况下 能成为神族远征舰长的 哪个不是人精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细细琢磨一番 哪会这般热血伤痛 这也是许几记好朋友 关系网的可爱之处 都不用他刻意去操作 潜移默化之间 就会影响所有目标 恭喜法王 在您的指导下 我们又拿下了一层防御 八字腿的舰长 发自内心的恭贺 许几记所画的眼魔小号 点动身躯 这也是大家的功劳 我只是在边上 做出小小的指引 能再拿下一层防御 大家功不可没 眼魔小号说着讨喜的话 意识却有些走神 刚才 那防御的破碎 他在指引新兽 扑击到那个点后 为了配合演戏的视觉效果 他还利用自己的权限 让防御从新兽扑击的点 为中心 开始碎裂 这个操作 被防御判断 为他主动撤去最外层防御 身为防御核心的他 主动撤去防御 对防御体系来说 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等于是有病毒在攻击电脑时 电脑主人 却主动关闭防火墙一样 在不确定许奇记状态的情况下 防御体系 马上给许奇记本体 进行一次 反馈加验证 要看看许奇记是主动撤去防御 还是被迷惑 被干扰等等的情况下 做出的迷糊决定 于是 713事件 刚洗白白 等着媳妇今天做完实验后 翻他牌的许奇记 接收到了一个验证 过程 被强制冷静 许奇记本体抬头望天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后 从另一个核心点名册中 发出一个电子女声 十秒后 将进入验证阶段 请做好准备 十秒倒计时开始 许奇记一脸绝望 片刻后 她的意识 再次从713世界跨界 回归到自己老家世界 和防御对接 防御和她对接后 开启了一种 类似扫描的功能 将许奇记从头到尾 扫了一遍 这个功能 是扫什么的 许奇记好奇问道 检测奇记先生 是否被幻术 或是控制类的法术干涉 并进行删除 核心中的电子女声回复 许奇记听到这里 心中一动 这个功能 后续我可以主动开启吗 请确认 要开启手动扫描功能吗 那个电子女声回复道 确定 当然确定 许奇记哈哈一笑 这个功能 只要能手动开启的话 那她对幻术之类的抵抗 就有了后手 如果感觉到自己中了幻术 又无法解开时 就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进行对自身的扫描 删除幻术的影响 幻术控制这种东西 太可怕了 许奇记字字就非常懂这玩意 交个朋友吧 同树成功后 就能能过心海 去影响目标的六感 在所有感官都受到影响时 哪怕是使者级别的名识 都会受到许奇记的干涉 甚至无法察觉出 自身看到的 到底是真实 还是虚幻 正因为自己就是玩幻术的 才知道这东西有多可怕 许奇记绝对不想自己 被别人的幻术控制影响 手动扫描 幻术功能开启 防御中的电子女生温柔回复 这个功能 算是一个依靠防御阵法的外挂功能 只要这防御还在 许奇记就能借助防御大阵的力量 去除自身上的幻术影响 检测持续的时间很快 一眨眼时间就完成了扫描 莫检测到幻术控制等影响 奇记先生 您是基于自身的意志 解开防御的吗 那电子女生询问道 她的询问 是早就设置好的问答模式 根据许奇记的回答 她会做不出同的选择和回馈 在她的设定中 如果是许奇记 真的要彻底解开防御 只要是许奇记自身的意志 那这个防御就会被彻底打开 防御 本来就是谢先生 看在许奇记的友情关系上 设立下来的保护手段 哪天 如果许奇记对这个世界绝望了 那这个防御也没存在的必要 又或者 许奇记的境界突飞猛进 在防御还没有彻底崩溃前 就掌握了足以翻盘的实力 靠拳头就能解决外面的所有事情 那这个防御 也可以提前打开 验证程序 其实只是一个提醒和冷静期 让许奇记能冷静下来的程序 怎么说呢 解开最外层防御我是有插手 也算是基于我自身的意志 不过 那防御本来就处于崩溃状态 我是在它崩溃之时 让它物尽其用 许奇记解释道 确认是基于奇记先生的自身意志 请问 奇记先生 您是想不再保护这个世界吗 电子女生继续问道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老窝呢 许奇记处于强制冷静阶段 很冷静地回答 确信许奇记先生要继续守护这个世界 验证一 结束 电子女生甜甜道 结束了 那我就回去了 许奇记虽然被强制冷静 但他还记得自己正等着话没翻牌呢 虽然心中表面上已经没有丝毫欲望 但这不影响他的身体意志 他的意志 可不是区区强制冷静效果能压制的 验证一阶段结束 验证二阶段开启 请奇记先生 证明自己有守护世界的力量 哪怕主动打开防御 也能守护你心中的世界 那个电子声音继续道 这个验证环节 是为了防止许奇记内心膨胀 自以为天下无敌 然后投铁打开防御 要找天外的敌人硬钢 这一套的验证 充分体现出防御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但有时候程序是死的 程序哪怕设定的再完美 也会有突发状况 就比如许奇记现在 他根本没有膨胀 正面见识过祖的实力 他深知自身 完全没达到和祖对抗的程度 现在的他 只想默默待在敌方阵营中 当一个小卧底 积蓄力量 膨胀什么的 根本不存在 但有一种膨胀 叫做程序认为 你膨胀了 就和冬天妈妈感觉 你冷是一样的误解 等一下 不用验证了 验证环节关闭 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内心很有数 许奇记连忙叫道 但是迟了 对面的电子女生 并不是那种 有自己智慧的人工智能 而是普通的 早就设定好的死板程序 一旦开启后 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对许奇记的考验开始了 天地置换 许奇记只感觉眼前一暗 紧接着 他抵达到了一片大戈壁中 西书如同中年程序员头发的植物 成片成片的历史 研磨 充满裂纹的地表 令人感觉口干舌燥 而在这片大戈壁的中央 站着一位 天使 六对翅膀在他背后轻轻扇动 精致的盔甲 如同艺术品 覆盖他的全身 连面部都被面甲盖住 金色的长发 从头盔的缝隙中露出 随风飘荡 这种传说中的生物 在其他世界中存在 许奇记望着这位和传说中 天使一样打扮的身影 对方看到许奇记后 没有说话 战斗前讲几句场面话啥的 在这里行不通 因为反正讲了 许奇记也听不懂 六亿的天使 伸手从自己的腰间 抽出一柄长剑 长剑的剑柄上 刻画着两个符号 一枚代表着天 一枚代表着地 长剑举起 对准许奇记 剑间舞动 代表着天的符文亮起 有无尽灵力 从天空降落 如银河落九天 汇聚于剑 紧接着 代表着地的符文 跟着闪烁 干裂的地面上 同样喷发出恐怖的灵力 如火山喷涌般 何剑相连 天和地被这一剑连续到一起 一道金色的剑光 高耸入云 剑风所指 无物不斩 许奇记咽了口口水 毫无疑问 他就是被这剑风所指之人 斩 对面的六亿天使 模样生物 挥动手中的剑 金色的剑光 无情披落 必无可避 除非是利用顺移的手段 瞬间逃离这个世界 否则 凭着双腿去逃 根本没办法蹦打 但在这考验之地 没有安全区 供许奇记逃避 那只有党 许奇记挥起如意剑 将自身那通透剑心 发挥到极限 将自己刚领悟的 正负人道剑意 融入到如意剑上 定海一剑 许奇记使出全力 挥剑迎剑上 如同是鸡蛋和铁蛋撞击 许奇记的定海一剑 被直接击溃 惨不忍睹 剑光 剑意碎去后 紧接着是许奇记的大剑 她的身体 也被那贯通天地的一剑 斩成粉碎 真正的粉 碎 许奇记可以感觉出 自己的身体 化为一粒粒小点 死得很安详 没有一点痛苦 因为连痛这种感觉都没产生 它就已经碎成渣了 这么打击我真的没问题吗 粉碎中的许奇记 却还保持着清晰的思维方式 她可是刚领悟了剑意的剑道萌星啊 而且 她的剑意 都还没完全和自己的剑术融合 可以说是剑意莫稳状态 面对那夸张的贯穿天地一剑 差点将它打到自闭 要不是它意志强大 心脏也大 这一剑 恐怕连它剑心 都要打碎 幸好 上回面具前辈手把手 带我去和巨人之族打了一架 许奇记心有余悸 正因为有上次的经历 她对自己的位置 看得很透彻 知道自己的不足 面对这恐怖一剑时 才能保持乐观开朗 现在 应该放我回去了吧 被打碎的许奇记 心中暗倒 正思所间 她的身体重新汇聚 成千上万的小碎片 像是被502粘起来了一样 粘了回去 和灰烬者重苏 有点相似 许奇记 然后 她就见到对面 那长着六只翅膀 搞天使生物 再次缓缓抽剑 这抽剑的帅气姿势 都和之前一模一样 如同时电影镜头重放一样 连拔剑的频率都没有变化 还来 许奇记脑壳疼 被一剑斩成粉碎 是没有痛苦感 但不痛苦 不代表她喜欢被人一次次斩成碎片啊 而且 虽然她很乐观开朗 但如果自己的剑意 剑招 剑星被对方一次次碾碎的话 她也会很伤心的呀 先下手为强 既然不给我痛快 那我就不等你这一剑斩出了 许奇记右手一抓 如一剑上手 定海一剑加金书剑法 许奇记身形诸突猛进 瞬间拉近自己和对方的距离 她挥剑 剑心 剑意融合 定海一剑斩出的同时 下意识地戴上了之前 她从 你应找中金书上附带的剑剑 不知是不是错觉 刚才被六一剑刻斩了一剑后 许奇记对剑 的领悟似乎更上了一层 吃我胡剑一剑 许奇记内心咆哮 如一剑上的剑气纵横 就要对着对方的脸呼吓 但就在这时 对方作弊了 六一天使 像是瞬间按下了 十六倍速快净剑一般 出剑 剑光贯穿天地 凝聚天地一剑 之前用了好几个呼吸的 出剑前奏 此时在一个刹那间完成 许奇记 然后 在许奇记一脸猛逼中 快净结束 六一天使无情挥剑 贯穿天地的剑 再次狠狠斩下 许奇记的剑意 剑气 如一剑加身躯 再次化为灰灰 不同的选择 同样地结束 甚至许奇记感觉自己 化为灰灰的灰尘大小 都和上回是一个模板的 简直残忍 许奇记 长叹一口气 竟然还带快净功能的 无耻 此时的他 感觉自己身体 每一粒灰灰上 都附带着对方 那贯穿天地一剑的剑意 他对剑的领悟 又加身了一分 下局怎么破 对方对快净功能 先下手为墙行不通的 那么 在对方没抽剑前 先动试试 许奇记脑海中 开始苦思扑腾之法 像是溺水的人 在挣扎着折腾 许奇记是个意志 很顽强的人 属于那种正常情况下 流血不流泪的类型 非正常情况 他也可以快速流泪 但那和意志无关 只是技能前置需要 在接连两次被斩成碎片后 他依旧没有放弃 先下手为墙 更加先下手 然后是声东击西 唯未旧照 苦肉记 短时间内 三十六记 他几乎都用了个遍 到最后 甚至连美男记 他都尝试着用了一次 结果证明 他并不算是个美男 在他施展美男记的时候 对面的六亿剑客 非但没有联系他许某人 反而初剑的速度 还提升了两倍 一剑又送他灰灰套餐 人力有时穷 许奇记将能想到的办法 都用了一遍 都没起到任何作用后 最终 放弃了无用的计谋 当对面的力量 是绝对碾压级别时 任何计谋都成了直老虎 一力降实惠 他能做的 就是站着应对 反正化为灰灰也不是真的死亡 而且灰灰的过程也没有痛感 除了体验感差点外 没其他缺点 甚至还能提升他的剑道修为 于是 他就这么和六亿剑客耗上了 最终 许奇记都算不清楚 自己到底被六亿剑客 斩杀了多少次 一开始 他还会在心底技术 但到最后 他本能地对技术 产生了抗拒情绪 就跟人过了三十后 就开始不去计算 自己今年多少岁了一样 连技术都抛弃后 他反而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 和六亿剑客的战伴中去 一直到许奇记的精神力 消耗殆尽后 他才眼前一黑 从这试炼中 闪退出来 713事件 许奇记的本体 虚弱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精神力消耗过度 让他的眉心 隐隐有些刺痛 现在的他 什么都做不了 像宿醉了一样 就连想运转一下 功法恢复状态 都做不到 精神力被压榨到 一滴都不剩了 他只能静静躺着 等精神力自然恢复一些 支 这时 房间门被推开 画眉换上了 能令许奇记眼睛 发亮的丝质睡衣 他来翻牌了 但一推门后 他便看到了 像咸鱼一样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许奇记 啊 画眉你来了 许奇记很想动一动 但无奈现在的他 连根手指都动不了 心有余 而力不足 阿记你这是怎么回事 画眉来到许奇记的身边 将他的头搬起 放到自己腿上 又伸出修长的手指 按着许奇记的太阳穴 替他轻轻按摩 怎么说好呢 大概是经历了一次地狱吧 许奇记枕着媳妇的腿 露出了苦涩笑容 他敢肯定 今天晚上 他一定会做噩梦 连噩梦的内容 他都能猜到 也不知道 今晚梦中六亿剑客 还要虐他多少遍 什么地狱 画眉一脸疑惑 我呀 被一个掌六只翅膀剑客 砍了一个世纪吧 今晚我们吃烤鸡翅膀吧 许奇记恨恨道 至少在接下一个月时间里 长翅膀东西会成为他最暴躁的点 好呀 夜宵就决定是烤鸡翅膀了 画眉宠腻道 在他的按摩下 许奇记的精神力很快恢复了些 有了这点精神力为基础后 他开始转运功法 很快恢复状态 然后就是夫妻荡时间 夜深后 许奇记感觉自己就像是个预言家 而且还是那种好的不灵 坏的灵类型 这一夜 原本幸福入眠的他 一时又被拉入到了熟悉的荒漠戈壁 还是熟悉的场景 还是熟悉的六亿剑客 还是那熟悉的拔剑动作 最终 在老配方贯穿天地一剑下 还没准备好许奇记 又一次化为灰灰 这不是梦 这是防御的验证环节还没结束 精神力消耗殆尽 只是中场暂停 中场休息后 他还是会被卷入到验证环节 继续进行验证过程 结束命令是什么 又一次灰灰后 许奇记一直连接防御 尝试着下达 结束验证环节的指令 但可能是程序出了bug 这个验证环节根本没有结束的指令 仿佛要无限继续下去 难道要一直无限循环到 我将这六亿剑客干死 许奇记隐约猜测出了真相 但想干掉这六亿剑客 谈何容易 那贯穿天地的一剑 威势甚至要超出当初虚弱的巨人之祖一剑 我目前还只是个弱小的六镜黄级 连亚圣境界都没达到 许奇记也很绝望 他拿头铁 来干掉这六亿剑客 我得想办法 修复这个验证程序的bug才行 否则的话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他总不能一直处于精神力 被榨干的状态吧 如果不能修复bug的话 那至少他得掌握 快速恢复精神力的手段 这点倒是可以从星海入手 拥有一星海好朋友的他 借助友情的力量 完全可以做到 快速恢复精神力 只要设计一个自动程序就行 另外 还得想办法 存储至少一丢丢的精神力 封印在自己眉心 这么一来 等他被榨干 从试验环节中出来后 至少可以释放这一丢丢的精神力 让自己可以有力气运转功法 琢磨出一些头绪后 许奇记再次振作精神 怒对六亿剑客 来啊 孙贼 就算你杀我千百遍 也休想叫我打倒 哪怕我被你榨干 我的意志也不会认输 等我修复了这个bug 就是你的死期 于是 次日清晨 华梅一睁眼时 又看到了边上如咸鱼一样 虚啪啪的许奇记 早安 华梅 许奇记露出苦涩的微笑 华梅 他伸出手来 轻怪戳了戳许奇记 又到地狱去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许奇记抬头望着天花板 双眼都变得空洞起来 在bug没修复前 这种地狱日子 还不知要坚持多久 华梅哭笑不得 伸手为许奇记揉着太阳穴 帮助他恢复精神力 早上还吃烤鸡翅膀 不了 上火 许奇记叹了口气 他开始对翅膀有心理阴影了 新一天 他也是从虚弱的不幸开始 不过 新一天倒也不全是坏消息 他的眼魔分身那里 遇上了好事 昨天那一群好朋友舰长联名 为徐巴巴邀功 舰长们用最华丽的语会 描述了徐巴巴法王的功劳 一到场就拿下了防御 犹如天选之子 舰长们一个个都将功劳 往徐巴巴头上按去 大功无私 自己都不要功劳 神祖使者也没想到 徐巴巴法王一出场 直接拿下了一层防御 他本来只是想让徐巴巴法王 去人类生命行星 去镀层金的 没指望他真立下功劳 不愧是我看中的好苗子 神祖使者嘴角上扬 心里对徐巴巴法王满意无比 于是 他借机将一枚生命星河 赐给了徐巴巴法王 这没得中名史的生命星河 只是最小型的星河 和713世界红发师兄技术的星河 无法相比 但用来维持面具前辈留下的宠物空间 是足够了 这是生命星河 是铸造神兵的最好材料 也是强大无比的动力源 赐下生命星河时 神祖使者还特意为徐巴巴法王 介绍着星河的重要性 如果用生命星河 去充当星剑的动力源 足以让一件大型星剑 运转到报废 还能一代代继承下去 我将这枚生命星河交给你 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好好和它融合 适应它的气息 就像是炼化法器一样 炼化它 等你完全炼化它后 我允诺你 待你晋升亚圣后 我派族内的炼器大师 为你铸造专属神兵 神祖使者给出了巨大的承诺 他手中有两枚星河 都是为徐巴巴法王预留的 此时 他让徐巴巴先炼化其中一枚 就是为了提前开辟圣殿做准备 等徐巴巴法王炼化星河后 算算时间 也正好是从萨拉星的试炼中出来 到时候 他再赐下另一枚星河 再让徐巴巴法王 用第一枚星河开辟圣殿 而另一枚星河 则预留着 用来铸造神兵 神祖使者心中 已经算好了一切 谢过神使大人 许奇奇的眼魔小号感谢道 这感谢可是真心实意的 保证不掺水 接着 许奇奇还不忘记为那一群的舰长们请公 那群舰长 如今已经是许奇奇资深的好朋友 他们是最早接触大厦系统 功法的一批成员 许奇奇希望他们在神族中的影响力 能更上一层楼 未来这些忠心的好友 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所以只要有机会 他会为这些好友舰长谋一些好处 很好 神祖使者很满意须巴巴的表现 有功劳也不会忘记同伴 不会独自占据所有功劳 而且在前线的舰长中 须巴巴法王也有很高的威望 这正是神祖使者想看到的局面 未来 须巴巴法王是作为远征先锋存在的 他就是想将须巴巴法王往 智勇双全的方向去培养 前线舰长的功劳 我也全都看在眼里 不会少了他们应得的奖励 神祖使者允诺道 这一幕 也被神祖使者边上的几位 神祖高层看在眼里 回头 他们就会去和前线的舰长们通话 报道下好消息 须巴巴也魔小号收好星河后 神祖使者又叮嘱到 下午 萨拉星就会开启 到时 须巴巴法王你带着小队成面 作为首批试炼成员参加试炼 回去后 你和你的小队成员做好出征准备 我等早已准备就绪 许奇迹等着这试炼已经等了好久 他很期待 传说中能让神祖成员实力大尽的试炼之地 到底是什么模样 试炼里面的怪物 有没有移植到他家地下城的可能 可能是受到了娱乐圣女的影响 许奇迹现在也总想着 丰富自家的地下城怪物种类 另一边 宠物空间中 七只吸血鬼女巫 在联手阵法的强化下 终于再一次摆脱了宠物空间 得影响 临时恢复了一丢丢清醒 时间不多了 我感觉再这样下去 哪怕是清醒状态 我都舍不得 从这个宠物空间中离开了 金发的吸血鬼女巫咬牙道 说实话 如果不是各位姐姐们 一定想着离开的话 我是不太想离开这个空间了的 银发的吸血鬼女巫弱弱道 她是七姐妹中最小的 因为年轻 所以相对比较贪玩 金发吸血鬼女巫 别废话了 破开空间 红发吸血鬼女巫连忙道 再说下去 一会儿这个古怪空间的诱惑又要开始 让他们欲罢不能 阻振 金发吸血鬼女巫咬牙道 说话间 她也有些不舍地 望了眼脚下的这个空间 这里 是真正的天堂啊 相比之下 民间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是太烂了 可惜 她们是亡灵女巫 她们有着自己的使命 在金发吸血鬼女巫的陈生命令下 七位亡灵女巫们各自站好方位 同时激活自身的传承 吸血鬼女巫们的脚下 幻化出一个大阵 复杂的阵纹涌涌现 隐约间 其上显化出少许民族的气息 本身 亡灵女巫传承 就是为了给民族提供人间体 七位女巫组队的情况下 能动用少许的民族力量 她们就是想借着这点民族的力量 破开这个空间的影响 女巫联手阵法激活 空间涌动 宠物空间似乎再也随不住 隐约有崩溃的迹象 银发女巫的身后 更是已经撕开了一条小小的空间缺口 再见了 天堂 再见了 飞乎乎的大块头 银发吸血鬼女巫轻声道 她身边的红发吸血鬼 女巫脸一僵 飞乎乎大块头 难道是那个噩梦变态家伙 自己小妹 这是什么情况 她在这个奇怪的空间中 到底经历了什么 拖 金发吸血鬼女巫掐起法印 这一刻 她一头金发飞扬 就像是民主降临 她的法印用力往前一推 空间撕开 自由的希望就近在眼前 而就在这时 从这撕开的空间中 有一枚宝物被扔了进来 什么东西 红发吸血鬼女巫心中一动 她闻到了宝物的气息 要不是她现在还坚守着阵法 恐怕已经伸手去捉拿那宝物 是星河 蓝发的吸血鬼女巫叫道 星河在她们身边一闪而过 很快融入到了这个空间中 下一刻 原本撕开的空间 飞速愈合起来 希望 没了 当生命星河 被许其记丢入到宠物空间中后 七位吸血鬼女巫们 好不容易撕开的空间缺口 无情关闭 金发吸血鬼女巫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 她伸出手来 往原本空间列系的位置摸去 但她什么都没有摸到 空间出口呢 我们打开的那么大一个空间出口呢 边上 红发吸血鬼女巫一脸绝望 刚才 她的注意力 为什么要被那个星河吸引 如果刚才 她和姐妹们 拼命地往那空间出口钻去的话 说不定就已经成功 逃出这个古怪的天堂空间了 哪怕逃出一个也好啊 只要逃出一个 那逃出去的姐妹 就能向民使与民族求救 有坐标在 以民族的神通 肯定能将他们救出这个空间 但刚才那一闪而答的星河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等他们回过神来 这个古怪的天堂空间已经愈合 刚才星河 成为了这个古怪空间的核心 银发的吸血鬼小妹冷静分析道 他们七姐妹之所以能使用阵法 强行破除这个空间 就是因为这个空间 最近正在明显变得虚弱 变得不稳定 但现在 有了这星河发动机 原本虚弱的空间家族玛丽 全力运转 他们七姐妹 已经失去了逃亡的最好机会 也就是说 我们没戏了 银发吸血鬼小妹 脸上完全没有失落 相反 她感觉 继续留在这个空间中 挺好的 同一时间 人界的中心处 两尊九界的祖在此碰面 已经对视了数天 人组和民组的身边 也没有其他人 其他组都会有使者半身 组一旦临时苏醒 使者就会守护左右 但人组身边的使者 一个个出走 此时人组身边 连一个贴心的使者都没有 两组相互对视 一动不动 看样子 正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灵魂交流 突然 民族的郊区一颤 他似乎受到了某种远程的影响 咦 民族疑惑发生 一般情况下 能隔着封闭的人界影响到他的 只有他的使者或是人间体 但人间体现在被他带在身边 民使也很安分 是亡灵女巫 民族很快刮过来 应该是 某只亡灵女巫小队 联手发动了传承的力量 激活了他的力量 不过 正常来说 哪怕是亡灵女巫小队 借助他的力量 也不会影响到他才对 否则 他在沉睡时 岂不是要隔三差五的 就被亡灵女巫小队惊扰 除非 是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影响到亡灵女巫小队的同时 还能顺藤摸瓜 沿着他的那点力量 逆推到他这里来 但是想做到这点 就算是其他的组出手 也很困难 更何况 也没有哪个组会傻到 做这种事情 通过亡灵女巫小队的力量 来影响他的 根本是将自己的精神力 包去防御 喜白白送到他的手里 任由他来揉捏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民族轻砖一声 他伸手在虚空中一转 不管是不是哪个组 敢这么做 就别回去了 对面 人组默默望着民族的动作 依旧没有发声 也没有动弹 他随着民族随手一转 那种隔空对他的影响被转爆 但是 想象中的其他组精神力 并没有出现 相反 从这种影响中爆开的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民族 他没有感应错 是快乐 纯粹的快乐 这种快乐 简单直白 是内心得到完全满足的享受 有那么一刹那 民族自身都被这种快乐影响到 内心竟然变得愉悦起来 他的身体 或者说 此时他的人间体 似乎并不抗拒这种 简单直白的快乐 不对劲 这快乐有多 人族 民族第一反应就是人族 是不是在恶搞他 但眼前 人族根本没任何反应和动作 民族沉默下来 两位族又再次对视起来 大约十几分钟后 民族起身站了起来 我走了 他看起来有些恼怒 似乎没能和人族达成共识 人族依旧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不过 在民族大步离开的时候 人族嘴唇微张 将烧烤人送到我这里来 好 民族摆了摆手 身形消失不见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离开人界 返回民间 而是来到了人界的一颗死心上 其上密密麻麻全是坟墓 是人界的埋谷之地 埋葬着一些身躯千百年都不符的强大生灵肉身 各种各样的都有 民族踏入这颗死心内 开始动用他的权限 凡他所过之处 所有的王者开始复苏 整齐的排队跟在他的身后 随着身后的亡灵数量越来越多 民族的内心突然涌上一种快乐的感觉 直白的快乐 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快乐 神族阵营 随着宠物空间的稳定 许奇记的须巴巴小号 暗暗松了口气 稳定下来的宠物空间 将成为他的一大压箱绝技 而且 细细感应着宠物空间的状态时 他的脑海中 突然弹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面具前辈施展这宠物空间时 连巨人之祖都能装入其中 如今在我的手中 这宠物空间能做到什么程度 许奇记心中有一个想装入的目标 他迫不及待想要进入沉睡状态 好尝试下自己大胆的想法 想做就做 他先控制着须巴巴小号 回到自己的闭关之处 将祝福小侄等一干未来的 护电战士全部带上 闭关之地外 早有一艘神族运输舰在那等着 许奇记带着自己的迷地下属们登剑 展开心域 让众人在心域中 好好调整精气神状态 运输舰启动 前往萨拉辛失联位置 这个神族一生只能前往一次 能大大提升实力的宝地 许奇记已经期待良久 运输舰启动 祝福小侄等一众护电战士 围绕着许奇记而坐 沉浸在心域中 不知为何 今天他们感觉须巴巴法王的心域 似乎多了点属性 是快乐的感觉 只要待在法王的心域中 仿佛就能忘记所有的烦恼 修炼 只有修炼 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 许奇记的须巴巴小号 也进入到了入定状态 而他远在713世界的本体 咬牙重新躺到床上 话媒疑惑地望着许奇记 明明早上才刚被榨干 当时许奇记还发誓 近期要抗拒睡眠 以许奇记现在的实力 几个月不闭眼都无所谓 之所以偶尔还会像普通人一样 夜里睡觉 一是因为习惯 二是因为他有媳妇 并不单身 现在许奇记却又咬牙 主动要睡觉 让话媒有些好奇 是奇记不服输 要再去挑战那个六亿剑客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接下来我要去试试 我的想法靠不靠谱 话媒 如果一个小时候 我还没醒来 你试着亲亲我 看看我 能不能醒来 许奇记叮嘱道 你是哪门子童话里的公主吗 话媒笑着提起自己的先手 一个小时候 你没醒来的话 我就用它来唤醒你 许奇记沉默片刻 挤出三个字 温柔点 话媒 一个小时候见 许奇记闭上眼睛 主动进入到沉睡状态 修炼者就有这点好 他们想睡就睡 想不睡就不睡觉 没有失眠的苦恼 也体会不到犯困的感觉 几夕后 许奇记的呼吸均匀 意识成功进入到了熟悉的大哥壁 而在他的正前方 那个带给他噩梦的六翼剑客 帅气地缓缓拔剑 黑许奇记嘴角露出邪笑 意识锁定 这位六翼剑客 给我进入 刷 贯穿天地的剑气 突然展落 明明这次许奇记 没有先下手为强 但对面的六翼剑客 却不讲武德 瞬间开启十六倍加速 剑气秒发 许奇记一脸不甘 化为灰灰 可爱的小草 许奇记咬牙 再来 反正都灰灰过那么多次了 也不在乎再多灰灰几次 同时 趁着自己在灰灰状态 他的精神力 锁定眼前的六翼剑客 刚才 他就是在锁定的阶段 被六翼剑客一键灰灰的 这次 他直接在灰灰状态 去锁定 这是卡爆克行为 反正灰灰状态时 六翼剑客不会出手 等着 等我身体一恢复 我就将你拉入到 宠物空间里去 这就是许奇记大脑的想法 面具前辈送的宠物空间 连巨人之组都能困住 那么 他能不能用宠物空间 来对付六翼剑客 虽然这六翼剑客 并不是真实存在 而是类似一种 精神体般的东西 许奇记也不确定宠物空间 面对六翼剑客 实能不能生效 反正他也就是突发奇想 能成功最好 失败了也没损失 最多灰灰几次 还是那句话 都灰灰了这么多次 他还怕多一次 或是少一次 有区别 时间差不多了 按我以往的经历 从我灰灰后 再到重新粘起身体 大概需要十二秒的时间 三 二 一 等一下 眼看着自己 马上要粘合起来时 许奇记突然想到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干嘛要等 自己的身体粘合 身体灰灰和粘合状态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反正灰灰状态时 他的精神力 依旧能动用 思维也保持着 隐约间也能感应到 自身和宠物空间的 连接状态 也就是说 在这大戈壁世界中 哪怕是灰灰状态 他依旧能连接 宠物空间 干嘛一定要等到 身体重新粘合 草率了 经验主义害死人 怕他脑海这一 突发奇想时 身体已经粘合到一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对面的六翼剑客 已经以32倍红色速度 快进展出 史无前例的极剑 贯穿天地的剑光 再次闪耀于大戈壁中 也亏得这方世界 不是真实世界 否则光是这一次次的剑光 足以让大地和天空 痛到泪干 下一刻 许奇记的身体 又一次化为灰灰 似乎 只要是精神锁定 对六翼剑客而言 也是先下手为强 也会刺激到 他的加速程序 让他瞬间 快进展机的速度 灰灰中的许奇记 心情复杂 这该死的灵光一闪的时间 这么准的吗 早一点来 或是迟一点来都好啊 迟一点来的话 说不定他趁着自己 粘起身体的刹那 已经完成 对六翼剑客的绝杀了 算了 灰灰就灰灰吧 无敌状态 也能淡定地 测试自己的能力 许奇记的精神力 再一次锁定六翼剑客 被锁定后的六翼剑客 伸手握住剑柄 但因为许奇记是灰灰状态 所以 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而是进入 加速预备模式 进入我的宠物空间吧 宰种 许奇记精神力 强力催动 尝试着打开宠物空间 目标六翼剑客 成败再次一举 胜了回家过年 败了一个小时后 他就被化眉轻轻唤醒 问 有了动力源后的宠物世界 就是不一样 马力十足 713世界 许奇记的本体身侧 有一个小型的漩涡打开 这次的漩涡是 只进不出的单向入口 并不会将里面的 吸血鬼女巫释放出去 守着许奇记的化眉 眉头微皱 下意识躲开这个漩涡 直觉告诉他 这东西 不是目前他应该去碰的东西 大哥壁世界内 同样有一个小漩涡出现 凭空落在六翼剑客的身后 能在这个意识空间中 开启宠物空间 对许奇记来说就是成功了一半 进去吧 许奇记的精神力 疯狂催动 六翼剑客手臂死死抓着剑柄 他的身体被一点点 卷入到宠物空间中去 但是 因为许奇记还是灰灰状态 他没有攻击的目标 程序设定 让他无法发挥技能 8 7 6 许奇记开始倒计自己的 粘合时间 一定要在重新粘合前 将六翼剑客 扯入到宠物空间去 否则 他怕自己的技能会被打断 3 许奇记有些紧张起来 眼看着他的身体 就要重新恢复 终于 宠物空间给力了一把 一口气将六翼剑客 收入宠物空间 成了 哈哈 许奇记的身体 重新粘合 大哥壁中 响起了他反派般的狂笑 我真令堂的机智 几息后 九届之外的某个世界中 一位被升六亿的男子 正在安慰自家恋单失败伤心的媳妇 安慰到一半时 媳妇伤感情绪得到了缓解 她抬起头来 楚楚可怜地望向自己丈夫 正想说什么 突然 她看到了自己丈夫 一脸愉悦的模样 那种愉悦 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直白又简单 好懂 媳妇 我的悲伤 就这么令你快乐 你不爱我了 六亿剑客媳妇哭唧唧道 你是不是厌倦我了 不想和我过日子了 啥 六亿剑客一脸猛逼 不是 这什么情况 我不是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好好地安慰你 无微不至 途中还得细心地照顾你的情绪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被爱 我爱你 明明爱得深沉啊 明明 我已经伤心成这样子 你却还在快乐 我的伤心 就这么令你愉悦吗 媳妇说着说着 洁白的手掌 已经往自己的夸包伸去 在那小夸包里 有着她的专属法器 一击下去 连巨型山脉 都能砸平的震天锤 如果六亿剑客 接下来的解释 无法让她满意 她就准备好当寡妇了 但不是离婚 而是丧偶 我 于悦 你在胡说什么啊 六亿剑客大声反驳 但她的脸上 那直白的笑容 却怎么都掩饰不住 快乐 纯真的快乐 就仿佛是幼童的笑容 天真无邪 剑客媳妇 她也不再哭唧唧了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六亿剑客说话间 也终于感觉到了 自己那无法自控 不断上扬的嘴角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我 刚才在笑 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笑 但是好快乐 一种简单直白的快乐 从她的内心中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以心脏为中心 涌向全身 她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向外释放着快乐的信息 等下媳妇 我这状态有些不对劲 六亿剑客连连摆手道 我受到了外物的影响 那 我来帮你治疗吧 她媳妇认真道 别怕疼 就一瞬间的事情 相信我 我可是转业的要先 六亿剑客 看着自己媳妇缓缓掏出的震天锤 突然 她心中的快乐加倍起来 天真的快乐 加媳妇的锤子 等于双倍的快乐 713事件 许奇奇的身体 默默地躺着 一动不动 一个小时后 她成功等到了柔软的双唇 贴近自己的气息 来了来了 不枉她装睡了大半个小时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现在 趁着这犹如童话故事中的一吻场景 许奇奇快乐地睁开眼睛 然后 她看到了自己媳妇 正伸手喂她的一种类似橘子的水果 这是713世界的特产 果肉很柔软 隐约和嘴唇的触感有些相似 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少女之吻 许奇奇 看你装睡了半个多小时了 想来你也应该渴了 画梅笑着 将水果塞入到许奇奇嘴里 你早知道我醒了 许奇奇不甘问道 画梅包着水果 嗯 从你身边那个黑漩涡消失后 你的状态就变得稳定下来 我就知道 你已经醒了 但还在装睡 许奇奇嘴硬道 我这不是在装睡 我只是在调整精神上的疲惫 好吧 我知道你在调整状态了 画梅笑眯眯地凑了过来 给许奇奇捷补了个安慰 成功了 我的设想很完美地成功了 许奇奇翻身做起 心情大好 防御式炼中的那个六亿剑客 此时被装入到了宠物空间中 享受着最直白的快乐 由于不是本体的原因 六亿剑客在宠物空间中的消耗 也小得可怜 它只需要一丁点的能量 就能制造很天真的快乐 大多数的智慧生物 都有很难满足的天性 想要的东西越多 宠物空间 要满足时 消耗也会相对提升一点 但有时候 消耗能量越小 就能满足的快乐 才是真正的快乐 可惜 被我装入宠物空间的 不是那尊六亿剑客的本体 只是一个意识体 没有防御体系来提供能量 这意识体存在的时间有限 如果将它释放出来的话 在现实中 不知道能发挥多强的剑义威力 许奇记有些遗憾道 他也没机会尝试 六亿剑客的意识体 一旦从宠物空间中释放出来 拉到现实 可能就只有一次的出手机会 他可舍不得就这么浪费 这机会得用在刀刃上 最好别一次性全用掉 用一半留一半 余下的他 再拉回到防御试炼世界中 看看能不能将他恢复 然后反复循环使用 总的来说 多了个压箱底的技能 算是意外的收获 许奇记嘻嘻笑道 暂时解决了防御试炼的影响后 他就可以将精神力 转移到神族眼魔小号的 萨拉星试炼上 萨拉星的试炼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能令所有神族成员进去就实力大进 甚至突破不了的瓶颈 进去后也能得到晋级的希望 神族阵营专用的运输舰上 八把法王 萨拉星要到了 一个温柔的声音 在许奇记的眼魔小号耳边响起 眼魔小号睁开眼睛 便看到运输舰穿过了最后一段空间跳跃节点 抵达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颗体型庞大的行星 比起许奇记的老家世界要大上万倍不止 从宇宙中眺望 萨拉星像是被一根棍子穿透 被定于宇宙中的某个节点 再缓缓旋转 这根穿透行星的棍子就是神族的手段 他特意用某种法术 将萨拉星固定让他成为整个神界的中心 萨拉星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内部 也和他物于特殊的位置有关 只要扎根在这个空间节点 哪怕是一颗普通的陨星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异 要降落了吗? 许奇记问道 是的 法王 第三殿死亡之主的外甥女星云 靠近许奇记 弯下腰来 请恕属下失礼 说吧 他轻轻将许奇记的眼魔小号抱起 抱到怀中 眼魔小号水滴状的身体 摇摇晃晃 没有反抗 龙兽无法被一起带到萨拉星 没有坐骑的时候 星云也会担负起运输法王的职责 星云抱起眼魔小号后 起身往运输舰的出口行去 祝福小侄等一群护电战士 也急忙跟上 运输舰不会直接在萨拉星上降落 而是先降落到萨拉星外的空间站上 下一步 所有参加试炼的成员 自己想办法从空间站抵达萨拉星 这是试炼的第一步 连从太空中跳到地面都做不到 还参加个什么试炼 不如早早淘汰 将机会留给有实力的人 法王 我们选择什么方式下去 降落到空间站后 祝福小侄询问道 下去的方法很多 不过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不想那么麻烦 直接跳下去 我用心欲牵引着你们 让大家不至于分散 许奇迹回道 身后110位护电战士 全都围了过来 将星云和许奇迹包围 除了许奇迹和他的护电战士外 空间站中还有好些神族成员 这些神族成员来自神界的各个星域 他们是年轻一辈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这些精英们或十几人一团 也有百多人集堆 在来之前 他们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环节 所以做足了准备 有人现场开始搭造降落的小行星剑 有人开始施展定制的护身法术 有人开始排队组合阵法 各施神通 更有一部分神族成员的目光 集中在许奇迹的身上 对于这位星境的 护族法王 所有神族成员都很好奇 有不少神族成员 想着找机会和许奇迹套歌近乎 这可是得到神使大人承认 又得到十二殿店主们的认可 转化而来的护族法王 拥有无限的未来 但还没等他们上来套近乎 许奇迹带着110位下属战士 已经从空间站的边缘一跃而下 没做任何的防御措施 直接跳下 他的战士们也都完全地信任自己的法王 跳下的过程不带一丝犹豫 也没人给自己额外加个防御啥的 在自己下属全部月下的同时 许奇迹展开了星海投影 华丽浪漫的星海 将所有的护殿战士笼罩 不仅如此 许奇迹还有意在扩大星海的范围 争取在掉落之前 用星海蹭一蹭空间站上的那批精英神族战士 如今他的星海只要蹭过目标 而目标又没有抵抗情绪的话 就能在他们心底种下种子 有机会多笼罩几次 就能洗心革面 成为许奇迹的好友一员 刷 星海笼罩着许奇迹 肖剑消失在所有人眼前 空间站中的神族精英们 目光依依不舍地望着消失的许奇迹 这就是护足法王的实力吗 好温柔的领域力量 让人忍不住想和他亲近 如此温柔的力量 法王本身一定也很温柔吧 我曾经在广播中听过法王的演讲 他的演讲简单直白 却又激动人心 等未来 法王他开府 立即属于他的圣殿后 我一定要投靠法王 空间站上 议论纷纷 许奇迹都没想到 自己在普通神族成员心中 有这么高的威望 在他个人威望的加持下 被星海蹭过的神族精英心中 都成功种下了友谊 得种子来 星海笼罩着许奇迹和护电战士 以极快的速度向地面降落 萨拉星本身 更是拥有恐怖的吸扯力量 接近星球一定距离后 这种吸扯力变得非常恐怖 拖着许奇迹等人 狠命加速 半个时辰后 许奇迹和一众护电战士 成功落地 全体平安无事 报数 祝福小侄站稳身体后 大声指挥 共110位护电战士排成四列 纪律严明 确定所有人都在后 祝福小侄望向眼魔小号 法王 我们接下来是分散行动 还是组团行动 萨拉星虽大 但一百多号人集中在一起 总感觉会降低行动效率 影响失恋的效果 十人为一支小队 分散行动 一旦有问题 马上发射警报 我会第一时间赶到你们的身边 许奇迹叮嘱道 这支小队 可是他洗脑最成功的班底 是属于他的私人武力 轻易不想折损 110位护电战士分散开来 星云 祝福小侄 以及各位店主们塞进来的亲戚小队 则留在眼魔小号身边 这支亲戚小队 也是重精英中 潜力最大的一支队伍 无论是装备 武技 法术 他们都比普通精英强上一截 走吧 往这个方向前进 许奇迹刚落地 也分不清楚 东南西北 他只是凭着直觉 指向一个位置 这个方向 感觉会有巨大收获 星云抱着他 带头向那个位置前进 刚行走没多久 小队就遇上了一只 类似新兽的怪物群 这些怪物 拥有着和神族相似的纯能量体质 它们就是神族的原型 不等许奇迹出手 护电战士们各施神通 轻易就将这只怪兽群 屠杀一空 这只怪兽群 并不强 不过在击杀了所有怪兽后 许奇迹敏锐感应到了特殊之物 这些怪兽在死后 身躯会化为能量粒子 消散于虚空中 而站在怪兽尸体边上的神族成员 却能主动吸收这些能量粒子 将它们融入自己身体 强化自身 就连许奇迹眼魔小号 在这范围内也成了受益者 神族是按着这些怪物为原型 转化为纯能量体的 可以说是后天型的纯能量生物 而身为后天能量族 却能吸收这些先天的纯能量生物 神族的手段很厉害啊 神族在能量体研究这方面 绝对是顶尖的科技大佬 怪物群的能量 几乎全部被吸收后 小队成员才开始继续前进 萨拉星上的这些纯能量生物 就跟游戏中的怪物一样 杀了后能长经验 这应该就是试炼结束后 所有试炼成员实力增强的原因之一 单纯的能量增强 应该不足以让这些神族 精锐实力大涨 所以 这其中还隐藏着其他东西 许奇记悄悄打开人造神眼 细细观察着萨拉星上的一切 在数次的杀戮 强化后 许奇记终于又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 萨拉星的空气中 似乎还隐藏着某种 让他感觉到熟悉的力量 这力量遍布整个萨拉星对神族生命体起到祝福的作用 祝福 等一下 神族的祝福 对了 在我的转化仪式上 神族的力量曾经降临 赐下过祝福 这遍布整个萨拉星的力量和神族的力量很相似 感觉就像是神族将自己的力量化为无数的种子 洒满整颗萨拉星 萨拉星上的怪物们加神族的种子 两者结合到一起 才是神族的精锐战士们进入试炼后 各个境界诸突猛进的原因 换成其他种族进来的话 如果无法得到神族种子的祝福 试炼效果恐怖会大打折扣 就算真能接受神族使者种子祝福 也可能在接受祝福后 被神族力量影响 这套路 许其既熟 也就是说 民间那边如果将他的骷髅小号送过来的话 估计最多只能吸收一些斩杀怪物后的收获 甚至还可能变成进神族派 阴险 神族使者简直阴险 用这么个普通的试炼机会 就换了民族使者一颗星河 我要不要在其中挑衅一下 用骷髅小号向民族使者暗暗透露这个真相 最终让民族使者和神族翻脸 许其既内心忍不住思索起来 这个方案拥有很大的可行性 也不知道 明界什么时候才将骷髅小号送过来 他好安排这场大戏 正思索间 耳边响起星云的声音 法王负责侦查的暴风发现 在我们前路出现了接近亚圣级别的 萨拉星超兽种 我们要避一避吗 许其既的110位护电战士 都是武进王集中的佼佼者 组团为杀的话 面对这种六级接近亚圣的超兽 也有一战之力 不过目前 试炼才刚刚开始 开局就消耗巨大的力气 祝福小侄他们 担心试炼会得不偿失 毕竟试炼的时间还长着 如果无法坚持到最后 对神族战士而言 都是亏本的买卖 嗯 接近亚圣级的超兽吗 许其既抬头 朝着星云指点的位置 望去 连人造神眼都不需要开启 他精神力微微一扫 就能看到在那片区域 趴着一只体型达到200米的超兽 这只超兽的全身 包裹在厚厚的甲靠中 难怪暴风发现 这只超兽后 就想着避开 越级战斗时 遇上这种防御超强的怪物 是最头痛的事情 吃力不讨好 本来护电战士们的境界 就低于对方 越级战斗 靠的也是爆发性的法术 但对方防御超强的话 爆发性的法术 能起到的效果 就大大降低 算是 超阶战斗 最难啃的骨头 许七记锁定这只超兽后 又开启神眼来观察 好丰富的能量 他可以看到 这只超兽身上 涌现出的庞大纯净能量 光凭能量的数量而言 这只超兽的实力上 就应该抵达亚圣 甚至在亚圣中 都是佼佼者 但超兽们在萨拉星上 境界显然受到了压制 来自神族的手段 让这些超兽 无法真正接触到亚圣的境界 从而起到试炼的作用 超兽的实力越强 围绕在他身边的神族种子 祝福的数量也就越多 许七记打量着那些神族祝福 有心想好好研究一下这种东西 让我来 你们在后方替我略阵 许七记轻轻从星云的怀中跳下 正好他最近不断领悟的剑意 剑技也想看看能达到什么程度 落地后的须巴巴化身 没有前往超兽的趴着休息的位置 而是原地开始凝聚剑意 他的长发一卷 借过星云的长剑 通透剑星展开 紧接着是许七记那仿佛来自于上古的剑意涌现 许七记对自己的剑意稍稍做了些伪装 人道之剑剑意太过于明显 哪怕它是双合一的正副合一人道剑意 只要细究 还是会被人察觉出异样 所以 许七记尽量将自己的剑意 模拟成六亿剑客的味道 贯穿天地的一剑 六亿剑客的剑意 能连接天和地 许七记的人道剑意 则是正和副 便是勉强能模拟出几丝风采 天 地的灵力 在许七记的剑上凝聚 须八八法王还擅长剑术吗 咒服小侄等战士各个瞪大眼睛 仔细品味法王的剑术 好古老的剑意 好强大的剑术 我正好是学剑的 星云花乐道 贯穿天地一剑 许七记口中 喝出六亿剑客的剑术名 但骨子里 他施展的 乃是那古怪经验上的剑术 那剑术和他的人道剑意意外的匹配 搜搜搜 在狂风中 一柄高耸入云的金色剑光 凝聚成形 同时 须八八法王的武神之尾 突然缩水了一圈 这是许七记人道之剑中的 牺牲剑意 改 本次牺牲的目标 指定为武神之尾 反正以武神之尾的强悍 牺牲个十次八次 对他不会造成影响 隔一会儿就能恢复 这剑手感好强 差点连剑都没抓牢 许七记握着宝剑 自己都为自己展出的这一剑而惊叹 可能是献祭了武神之尾的原因 这道伪装的贯穿天地一剑中 竟然真的拥有了六亿剑客斩机的七八分 威力风采 背后的护殿战士 嘴巴张得老大 这种剑术 感觉完全已经超出了亚圣 级别的威力了吧 星云 祝福 风暴 他们本来就是十二殿主的二代 都是接触过亚圣级别的 知道自己的殿主 数百万的强大 但现在 法王这一剑的威力 完全已经超出亚圣这个概念 我们老大 会不会已经悄悄晋级亚圣了 应该还没有 老大还是六亿的气息 应该是剑翼的加成 老大掌握了强大的剑术 还领悟了可怕的剑翼 拥有剑翼的剑客 本身就拥有超阶战斗的资本 星云身为剑士 最清楚这点 有剑翼的剑客 和没剑翼的剑客 根本是两种战斗职业 而且 剑客的剑翼 在超阶战斗时 就不怕那些防御强大的对手 剑翼这种东西 就擅长破防 对面的那只超兽 死定了 事实上 对面那只超兽 根本都没察觉到自身的危机 萨拉星上的神祖禁锢 不仅压制了他们的境界 还压制了他们的智慧 哪怕肉身成长到 接近亚圣的水准 这些超兽 依旧没有智慧 只如普通的野兽一样生存 身为这一片区域最顶尖的超兽 甲壳超兽 已经很久没遇上过 能伤害到他的存在 哪怕是这数千年来的神族试炼者 也都会避开他 他已经习惯了无敌 对危险的感知 更是削弱到了激进于无的程度 所以 一直当那道贯穿天地的剑芒 斩到他面前时 他才惊奇反应过来 然后 他将身体缩成一团 全部缩入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甲铐中 剑气斩过 两百米高的甲铐超瘦 被整齐地斩成了两半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几乎是顺杀 就跟面对六亿剑客的许奇记一样 瞬间化为灰灰 连死亡痛苦 是什么 都来不及感觉 走 许奇记将剑归还给星云 下令道 星云急不上前 爆起须八八法王 和队员们 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超瘦陨落之地 当他们拼命赶到时 甲铐超瘦的身躯 正好开始化为 纯能量粒子 护电战士小队的成员 发出舒服的叹息声 这庞大的纯能量粒子 几乎都不用吸收 就能融入到他们的身体内 增强他们的实力 简直舒服到说不出话来 换成人族的体验 那就是一个浑身亚健康 还有点体重超标的人 泡在了温泉中后 超标的体重瞬间被温泉泡去 亚健康带来的身体各种不适 也如雪花融化 浑身变得身清如燕 头不痛了 腰不酸了 腿不抹了 浑身都仿佛回到了18岁那年 充满了干劲 我好像要晋级了 祝福小侄教道 他本来就是武镜中的精英 跟在须巴巴法王身边 修炼了大半年 每天在新海中修炼 境界一直在突飞猛进 现在又得到这只假靠超兽的滋养 境界水到渠成 开始突破 祝福小侄的话 就像是一个影子 跟在他身边的星云 风暴 巨龙等等的护电精英 全部进入到净化状态 眼魔小号一直在用神言打量着众人 他看着超兽的能量被这些护电精英吸收 以及神祖祝福种子也融入到他们的体内 祝福种子看起来无法过滤 不仅是护电战士 连许奇记的眼魔小号 也在不断吸收这些祝福种子 神祖能量体都是这位祖创造出来的 肯定也会留个后门 这是许奇记也理解 他也是这么干的 这些祝福种子融入身体后 就会强化精英神祖战士和祖间的关联 又像是被打上神祖的烙印 你们立地突破 我为你们护法 许奇记叮嘱道 说话间 他将十位下属用念力托起 将它们分隔开来 免得等会儿可能会有 结降灵 混成一片 造成大结 将晋级中的中心下属分散开后 许奇记的眼魔小号 独享超兽的能量 和边上浓郁无比的神祖祝福种子 眼魔小号的境界也开始不断地提升 这种做火箭般的境界提升 简直是种享受 许奇记差点想偷偷将自己的本体也得转移过来 蹭一波浮力 如果他想蹭的话 可以开个小型的奇迹之门 让本体伸的小手指过来 就能蹭到能量 完全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不过 先不急 至少先分析一下神祖祝福种子的构造再说 须巴巴小号 按捺住心中的冲动 待体内的神祖祝福种子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须巴巴小号开始大力运转 大下系统 以毒攻毒 神祖想在族人的身上留下印记 许奇记则想趁机试试 能不能影响到神祖的烙印 跨空间和神祖完成一点友情交易 这年头 不都流行跨空间交友吗 许奇记一连运转了鼠遍大下系统后 却没收到想要的效果 那些神祖祝福种子在融入小号身躯后 就大公无私融化开来 在融化的同时 还会附带着加速超受能量的吸收 完全没有感应到神祖祝福种子的恶意 连许奇记意识海中的护窝 点名册都没有被触动 难道神祖留下的手段 真的只是单纯强化 若真如此的话 神祖的形象得上几个档次 至少得有光辉万丈级别 刺服种子中 就真没有隐藏神祖的意志 许奇记准备做最后的一个试验 他的须巴巴小号头发 在虚空中轻轻卷动 一个很小很小的漩涡成型 这是宠物空间的入口 是不是蕴含着神祖意志 就看宠物空间 能不能将它吸收进去吧 许奇记的神眼 锁定虚空中飘荡着的神祖种子 只要是蕴含着意志的物体 不管是纯能量体 还是精神体 都可以被卷入到 宠物空间中去 这点从六亿剑刻思念体身上 就可以验证 随着头顶的小漩涡成型 许奇记的目光锁定神祖种子 将它设为目标 宠物空间激活 下一刻 整个超兽躯体边上的神祖 刺服种子 全部被吸入到宠物空间中去 走 老鹰比了 事实证明 神祖并不是大公无私的 它刺服种子中 还真隐藏着它的意志 就是隐藏得非常好 而且处于潜伏状态 不激活的话 几乎就和没有一样 这后门神祖不主动激活 那大家都相安无事 果然 后门这种东西 程序员可以不去用 但不可以没有 天底下 大家的思路 都是一样的脏 将这一片区域的神祖 赐服种子 吸收一空后 许奇记悄悄关闭宠物空间 它的意识一扫 进入到宠物空间内 抑制了星河后 整个宠物空间 已经被盘活许奇记的主人权限 也可以发挥 此时的宠物空间内 七位吸血鬼女巫面 带愉悦笑容 各种陷入自己的世界中 它们已经无法抵抗 继续待上一段时间后 它们就不再是民族的女巫 而会变成许奇记的女巫 边上则是六亿剑刻的思念体 单纯地站着不动 面带纯洁的快乐 嗯 如今宠物空间彻底成型 我得想办法 弄些宠物粮进来 不要让这几只宠物饿倒 许奇记目光扫过吸血鬼女巫 脑海中响起超兽来 萨拉星的超兽尸体 展开后化成的纯能量 应该可以充当宠物粮 最后 许奇记的目光 落在一团纯能量种子 构成的雾气 在宠物空间 这个古怪的世界中 神族种子中 隐藏着的神族意志 终于被激活了 但是 激活后的神族意志 无法联系上自己的本体 他有些茫然地 漂浮在宠物空间中 让我看看你的梦境 探探你的欲望吧 许反派发出了宣言 完全掌握宠物空间后 许奇记便有权限窥探下宠物的梦想 这个功能有利于加深主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 只有理解宠物想要的东西后 禅使官们才能选择其中自己能完成的 去满足自己的爱宠 让他的愿望在现实中也得到实现 增加双方的好感知 比如有爱宠喜欢主人抱着他睡觉 这种很普通的愿望 大部分的主人都能办到 这些神祖赐福种子中 隐藏着的神祖意志很微弱 甚至可能连六亿剑科那种思念体的等级都不如 但哪怕是再微弱的意志 也肯定会有愿望 智慧生物如果无欲无求 那就成佛了 许奇记展开自己的主人权限 开始强行介入到了神祖微弱意志的梦境中 这种权限狗的状态真是太棒了 想怎么权限就怎么权限 这才是一家之主的感觉吗 介入梦境后 许奇记选择了旁观者的视觉 如果有兴趣的话 他也能代入到 神祖微弱意志第一视觉中去 展开梦境 不过他对代入神祖没啥兴趣 所以静静地在边上看着就行 神祖意志的梦境 一开始是一片泡泡状的世界 看起来竟然有点小浪马 泡泡的世界越扩越大 很快就有一个小行星大小 复活 这时 一个强而有力的呐喊声 从梦境中响起 死生力竭的吼叫 这是神祖意志发出的灵魂之声 他的愿望 就是复活 这实在出乎许奇记的意料 他猜测过 很多神祖可能想要的愿望 比如一桶九戒啊 逆伐纪元之末大劫啊 甚至可以是取了民族啊之类的 但没想到 神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 竟然会是复活 难道神祖挂了 不挂的话 又怎么会需要复活这种愿望 许奇记没有发声 继续细细观摩着神祖的梦境展开 随着神祖那声呐喊后 整个泡沫世界涌动起来 泡沫世界中有无数的光点涌到一起 开始融合 这些光点 全部都是神祖种子 遍布在萨拉星之上 泡沫世界 可能就是神祖眼中的萨拉星 这些神祖种子 突破了泡沫的限制 汇聚到一起 渐渐融合成一个 类人生物的模样 神祖的种子 是被某种力量 封印在萨拉星上的 种子的力量 并不能主动汇合 许奇记从这一幕中 看出了很多细节 而这个类人生物 应该就是神祖本尊 不过 这类人体并不是能量体 而是血肉之躯 是神祖没有转化前的状态 我活过来了 我终于重新恢复身体了 复活后的神祖 站在泡沫世界中 发出了震天的笑声 笑得很猖狂 也很委屈 我既然复活了 那定饶恕不了你 砸碎 大笑过后 神祖的胸腔鼓起 大口一吸 哗啦啦 张口间 整颗星球上的泡沫 全部被他吸入腹中 海内百川 所有的能量 全部被他吸收 神祖的身躯变得强壮 浑身像是镀上了一层金甲 刚复活时的虚弱 全部消失不见 但这还不够 刚复活的我 还是太虚弱了 我得获得更多的宝物 调节身体才行 神祖这么说道 他的愿望 在这个宠物空间中 都能得到实现 于是在梦境的几个月时间里 神祖奇遇连连 每隔几个小时 就有一个奇遇 获得某种质保 或是恢复身体状态 或是让实力更上一层楼 或是武装凝聚法器 可能是在萨拉星 被封印了很多年的原因 神祖行事起来 小心翼翼 连做梦都不敢直接开局无敌 还得整一段冒险和奇遇环节 但冒险和奇遇的环节越多 就代表着神祖自身 很没有底气 他接下来想要去干掉的那个对象 被他称为砸碎的家伙 很强 强到恢复到完美状态 还加了这么多法器 吞了这么多宝物的神祖 还是没底气 直接前去挑战对方 一直到梦境中几年的时间后 神祖在梦中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 他身上每一寸肌肤上都挂满了宝物 他的境界也突破了一个大层次 现在的他光是用力一脚踩下 就能踩碎一个恒星系 武装到梦幻的级别后 神祖才终于起身 前去找他口中的砸碎 来了 重头戏终于要来了 旁观到发困的许奇记终于提起了精神 梦境中 全副武装的神祖连连穿梭空间 最终抵达到了许奇记熟悉的神祖阵营 主星位置 这是神祖要王者归来 果然 我的族人 全部转化成了这个模样吗 神祖立于虚空中 看着下方一个个能量体神祖成员 脸上竟然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这个悲伤的神色里 隐藏着一部大戏 这里面有故事 玩弄我的族人 将它们转换成这副鬼形态 用诡计夺走我的身躯 将我的灵魂 封印在萨拉星上多少个纪元 将我的魂魄 扭曲化为新兽的养料 你这个杂碎 神祖开口 就抖出了一个大料 给我滚出来 妈爷 这瓜这么大的 吃瓜人许奇记 差点被这瓜给噎到 神祖口中的杂碎 不会是现任的神祖真正掌权者 将神祖转化成能量体的天才 如今的神祖吧 真假神祖大谢 或者是神祖灵魂 和神祖灵魂壁之间的矛盾 许奇记感觉内心蠢蠢欲动起来 这个大瓜要是被他挖出来 运用得好 直接能让整个神祖崩溃 滚出来 还是说 面对如今强大的我 你这杂碎终于露窃了 天空中 肉身神祖露出嘲讽的笑容 复活后的他 又得到了无数奇遇加持 武装到了牙齿 他相信此时的自己 是无敌的 下方的杂碎 是时候出来 受死了 宠物空间感应到了 宠物神祖强烈的愿望 自然会给他满意的发展 在这里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中 你将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什么 不管是这个世界有的 或是没有的 像复仇这种剧本 更是消耗很低的世界副本 宠物世界中存储着大量 爽快复仇的剧本套路 无论爱宠 是想爽快复仇 曲折复仇 艰苦复仇 都能得到满足 甚至一个敌人 都有108种诛杀方法 种种都不带重复的 杀了一次不过瘾的话 还能杀敌人的整个户口本 如果没有户口本 那还可以杀敌的转世 转转世 转转世世 反正杀到兔为止 天空中 宠物神祖的愿望 就是爽快杀一波 而且得是虐杀才行 在这样的愿望刺激下 梦境中的敌人 自然不会躲避 而是会很干脆地 从神族阵营中出来迎战 甚至 下方所有的神族成员 都会呆呆地站在下方 充当旁观者 却不会引起骚动 或者协助敌人 出手对付宠物神族 毕竟 旁观者数量那么多 让他们都动起来的话 很消耗能量的 还不如让他们变成 PPT背景 在下面喊666就行 宠物神族一骂阵后 他的敌人就一步步踏空而出 立于他的对面 果然是许奇迹 接触过的那个正式神族 如今的神族掌控者 他是纯能量体状态 模样和宠物神族相似 两个不同的神族 立于空中相互对视 砸碎 你当初用计谋取我的身体 将我灵魂打碎 封印在萨拉星上时 没有想到 我会有归来的一天吧 宠物神族 取出自己的新得到的神兵宝剑 指向对面的能量神族 对面的能量神族 似乎有些露窃 震惊地望着宠物神族 这当然也是宠物神族 想要的剧本发展 说不出话来了吗 也是 到了这个地步 你我再多说什么 都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今天 我要将你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百倍地还给你 我要告诉你 砸碎永远是砸碎 下一刻 宠物神族动手了 他手中的大剑轻武 附上可怕的剑气 剑气纵横 化为剑语一样 斩向对面的能量神族 这乃是剑气 根本就是机关枪 对面的能量神族 也没有放弃 而是施展秘法 赢了上来 双方交战在一起 进行了一场畅快的大战 大战的经过 被跳过了一些 虽然有了新的星河 但能量 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场大战 只是宠物神族 意志幻想而出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 许奇记就算观战 也无法获得收获 大战跳过时 沉浸于自身无敌的 宠物神族 并没有感觉到异样 他感觉自己 和能量神族 已经大战了三天三夜 最终 他一剑 将能量神族 定到了地面 你败了 宠物神族的身躯 也从空中帅气降落 踩在能量神族的身上 感觉到死亡了吗 你杀不了我 能量神族 发出虚弱的声音 就如同当年 你无法将我抹灭一样 我们已经无法分开 我死了 你也活不了 你杀不了我 我会永远地活下去 甚至再次夺取你的一切 哈哈 目光短浅的家伙 你以为 我没有抹杀你的手段 你以为我这一个个纪元 都只是在做无用功 我早已经构思出了 干掉你的方法 踩在能量神族身上的宠物神族 发出狂笑 随后 他一手指天 发动了针对性的抹杀剂 天空变得昏暗起来 雷霆和暴雨袭来 像是宠物神族的愤怒 一种令人心计的力量 从雷霆和暴露中化形 降临在宠物神族的手心 那是抹灭一切的力量 和这九界格格不入的力量 这力量 能湮灭整个九界 你竟然 能量神族发出不敢置信的声音 这是禁忌的力量 不 这是我的力量 宠物神族狂笑声响亮 你们惧怕这种力量 你们在这种力量下 瑟瑟发抖 但我 凌驾于你们之上 我掌握了这种力量 成为了他的主人 这就是灭世的力量 纪元之末大节的根源 在这宠物空间中 只要胆子大 脑洞大 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是灭世的 纪元之末的力量 许奇迹好奇打量着宠物神族手掌中的力量 并将他记了下来 他不确定 这位宠物神族施展的灭世之力 是不是真正的 纪元之末的力量 毕竟从目前 发展来看 能量神族 才是真正接触过 纪元之末大节的神族 反正先记下吧 记这点东西 也不消耗我多少存储细胞 许奇迹乐呵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宠物神族高举右手 那蔑世的禁忌之力 在他手中 拉出黑色光刀 在这毁灭的力量下 彻底消失吧 神之断头道 宠物神族右手挥下 黑色光刀旋转着展落 一招就将能量神族的脑袋 打爆 场面倒是没几分血腥感 毕竟能量神族是纯能量体 打爆了 也只是爆成能量 并不会产生十八镜画面 有趣 许奇迹看了场大戏 直呼好家伙 梦境中 打爆了能量神族后 宠物神族伸手抓住 对方的身躯残体 用力一捏 啪的一下 能量神族的残躯 被彻底打碎 杀人后 骨灰都给你扬了 我才是你们的王 做完这一切后 宠物神族浮在高空 面对下方变成纯能量体的族人 展开双臂 组长 我 我 下方 这些PPT5版的神族成员 大声欢呼起来 根本就没有我家族被杀了 我们要怎么办的心情 淼淼就接受了宠物神族这位新老大 宠物神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闭上了眼睛 真是太美好了 美到就跟做梦一样 我似乎发现了一个盲点 许奇迹脑海中 倒放了遍宠物神族意志的梦后 发现了一点 从宠物神族的语气来听 它和能量神族一开始 并不是一体的 但后来 能量神族用了阴谋手段 占据了神族的身体 两者被强行绑定到了一起 能量神族一死 宠物神族也会灰灰 反之 应该也差不多 宠物神族一挂 能量神族说不定也会受到重创 甚至死亡 这可能就是宠物神族的意识被打散 封印在萨拉星上 却没有真正死去的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将萨拉星上的神族赐福种子 都处理掉的话 现在的能量神族 会不会陨落 许奇迹蠢蠢欲动 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就能指定死九族中一个的话 许奇迹大概率会选择先弄死神族 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 纯粹就是神族靠得比较近 许奇迹的世界就在神族统治的这一界中 神族就是这一界的王 对许奇迹的世界威胁也最大 如果能早点弄死神族 许奇迹绝对不会介意去做 现在 一个可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想一想 当神族使者坚信着自己家的祖还没适时 神族突然挂掉了 多精彩 甚至 如果神族陨落时 没有展现大罪的痕迹 许奇迹 感觉自己说不定可以冒充成神族 只要让神使和全神族的成员 都成为他好友大军中的一员 他冒充神族技术难度不大 那么 就干吧 先试试 将萨拉星上的神族赐服种子 先聚集起来 想办法让这部分种子里的意志陨落 如果以他的力量 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就将神族种子里的意志 给卖掉 许奇迹相信 妙哥肯定会对这个生意感兴趣 只要他价格压得够低 给妙哥留出六成以上的纯粒 妙哥连命都能拼上 这也是许奇迹 对妙哥商业能力的信任 就是整个萨拉星有些庞大 这么大的面积 几乎每一片区域 都散落着神族种子 以我现在的移动速度 光是走遍整个萨拉星 都得好多年的时间 这就是硬件过低的烦恼 有想法 但实力不允许他这么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一下子将笼罩整个世界 锁定整个世界的神族种子 则 想得太美了 许奇迹一边思索着 一边吸收刚才那只超兽 斩杀后的能量 他的眼魔小号 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挂机效果 逐一时负责思考难题 眼魔小号 则按着一定的设定去行动 斩杀萨拉星上的超兽 吸收能量 将神族种子 卷入到宠物空间 不远处 祝福小侄 他们已经进入 晋级的尾声 开始历劫 说起来 他们的身体内 也会有神族种子 甚至往期经历过 萨拉星试炼的精英们身上 也同样会有神族种子 这部分的神族种子 又要怎么处理 想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而且 收集神族种子的动作 还不能太大 动作太大 万一引起神族使者 他们的注意 就不好了 许奇迹本体意识 愁道掉发 真不行的话 就等我的试炼先完成 然后我在这里 暗中留下坐标 到时候 每隔一天时间 派送大量的头发 分身进来 至于其他精英成员体内的 神族种子 到时候再想办法 走一步算一步 机会摆在眼前 什么都不做 就太浪费了 这个方案 可行性比较强 一来试炼结束后 他们就离开了 之后 试炼心上再发生什么事 都和他 须八八法王 无关 到时候 他再通过奇迹之门 派送大量的头发 分身过来 散落到这颗 萨拉心的四处 只要他舍得了头发 一切都好说 做出决定后 许奇迹心态 都淡定了些 须八八小号 还不能轻易暴露 这几天就好好 在萨拉心上 进行试炼 提升实力 不要做出格的事 约魔半个小时后 祝福小植 星云等豪二代护电战士 相继回来 他们全部突破成功 晋升到六级黄境 这等实力 无论在哪个种族 都算是精英中的精英 数量稀少 分放下去的话 都足以守护一个世俗国度 很好 许奇迹的目光 在他们身上扫过 满意地点动身躯 祝福小植 他们晋级成功后 和他之间的联系 反而变得更强 因为他们在晋级时 用的就是 大下系统的个人版本 用许奇迹的不公法晋级 彼此间的联系 自然会强化 另外 眼魔小号用神眼观察过 这几位下属 发现一件对他有利的事 他们身上的神族种子 形成的烙印中 竟然也受到了 大下系统 力量的影响 这个烙印本身就是神族种子 加祝福小植 他们本身能量结合 如此一来 构成这烙印的能量中 就有属于 大下系统 力量的一部分 许奇迹尝试着 将自己的星海领域 扩散开来 将祝福小植 他们包容 当他催动星海力量时 神族烙印 被渗透的速度提升 许奇迹粗略估算 只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神族烙印就能转化成 许家烙印 这就有意思了 说起来 神族烙印的手法 也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许奇迹这句眼魔小号 身上就有神族烙印 回头他就出钱 请高楼层的大佬 出手帮助研究研究 这神族印记 人生 活到老 就得学到老 哪怕是史一样的敌人 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敌人的技术 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技术 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读书人偷知识的事 哪能叫偷 知识无国界吗 当然 人非圣人 我学习你家知识时 知识当然是无国界的 如果对方来偷学我们家的知识 那知识可是有知识所属权的 你偷我们家一个知识点看看 看我们不揍你 毕竟 我们也不是圣人 没圣人那种无私的胸怀 走吧 继续前进 确认祝福小侄 他们的身体状态后 眼魔化身满意地点了点头 星云上前一步 将眼魔小号抱到怀中 一行人继续朝着许奇迹之前 直觉所指的方向行去 萨拉星的试炼 一路上几乎都是打怪 吸收能量 升级 虽然枯燥 但每次打怪后 吸收超兽纯能量时 又是一种享受 有苦和有甜 这让许奇记回忆起 当年自己玩网游的时候 那时的他 为了区区一些经验值 就能枯燥地 在一个地图副本中 反复去刷 一路上 实力适合的超兽 许奇即便店小队 成员出手 锻炼下他们的战斗经验 如果遇上开局遇上的假靠兽 那个等级的超兽 许奇记便自己出手斩杀 两天后 许奇记明显感觉出自己的 进阶进度条 提升了一大截 这萨拉星 不愧是神族刷经验的圣地 如果眼魔小号能在这里 刷个把月时间 说不定能直接冲击 七境亚圣 一路上 眼魔小号出手时 斩杀的都是那些大型的超兽 这些超兽放到外界 早就是亚圣的境界 但在萨拉星上 被神族的阵法禁锢 被束缚在六境巅峰 无法突破 而萨拉星上的其他神族试炼者 遇上这种级别的新兽 一般都是绕开 避免开局 就硬碰这种超兽 只有在试炼快结束时 才会尝试着 找一只这种强力新兽 开个boss 今年累月下来 萨拉星上这种大块头 超兽的数量 反而不少 每杀一只 都能让许奇记 和自己小队成员 感觉到体内能量 明显地增强 爸爸大人 我们距离目的地 还有多远 星云出声问道 这一路过来 他感觉到边上超兽的等级 再一路提升 他们像是在闯入某个新超窝 越靠近中心 新兽的实力就越强 那些实力普通的超兽 反而很难遇上 刚才连这两次 都是靠着须巴巴法王出手 才解决了遇上的超兽 他们这些护电战士 反而成了巴巴法王晋级的累赘 每次巴巴法王斩杀了超兽 他们都要分走一部分的能量 应该快到了 事实上 许奇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位置 他就是靠着一个直觉 往萨拉星的这个位置前进 现在 他感觉到 那个吸引着他的东西 就在不远处 那我们继续前进 祝福小植 吸收好超兽能量后 起身给全体成员 加了个祝福 小队又前行了小半天路程后 终于抵达到了 让许奇迹有感觉的位置 这片区域 是一片白色的沙漠 和萨拉星其他区域 显得格格不入 祝福小植上前 伸手抓起一把白色的沙子 轻轻捏了捏 是骨头渣子 这一片沙漠里的白色物质 全部是被磨到圆润的 骨头碎渣 但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血肉生物的吗 为什么会有骨头渣子 星云抱着眼摩小号 来到祝福小植的身边 整颗萨拉星上 所有的动物 超兽 全部是能量体 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血肉生灵 死后也不会留下尸骨什么的 可能是某种仪式 我们神族 曾经也是血肉之躯 也是经过神族的仪式 让我们全族进化 最终化为这种神躯 这个地方 会不会曾经也是 萨拉星上 生灵的仪式现场 光头的暴风猜测道 他是小队成员中的学者 他那一头的长发 应该是献祭给了知识 爸爸法王 我们进去吗 星云低头问道 走吧 这片白色沙漠 暂时没有危险 眼魔小号震动身躯 他的神石 覆盖了整片白色沙漠 甚至深入地底 白色沙漠中 没有其他能量反应 也没有危机感 真不行 他可以在一瞬间 将祝福小侄他们 全部收入到宠物空间中 然后他的眼魔小号 夺路狂奔 甚至眼魔小号自身 也能被收入到 宠物空间中去 小号某种程度上 也能算是 许奇记的宠物 没毛病 有许奇记在侧护身 小队的成员 显得信心十足 哪怕面对这未知 诡异的白色沙漠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距移 沿着眼魔小号的直觉 最终他们 抵达到了沙漠的中心处 在那里 有一个巨大的头骨 被做成了宠殿的模样 那头骨大小 堪比一座小型岛屿 宠殿的主垫 都只占着头骨的小撮面积 可以想象 这头骨的主人生头 展开体型的话 会有多巨大 如果这种体型的生物 出现在人类世界 那当真是遮天盖地 什么都不用做 光是在地上滚一圈 就能覆盖一个人类城市 普通的武器 对这种体型的生物来说 根本就是开玩笑 能撑起这么巨大的体型 这具生物的质量 会超出人类的想象 这么大的神兽 最终还是死在了这里 这就是血肉生命的脆软 祝福小侄 伸手轻轻按在那头骨边缘 发出感慨 我倒觉得 血肉生物很不错的 光头暴风 和上厚厚的书本 至少它们死后 还能留下自己的身躯 多年过去了 还能留下这么巨大的骨头 而我们 如果死了 就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 武进以后的神族 连曾经的核心都会退下 彻底能量化 它们一死 真就会将一身能量 回归给天地 一点渣都不会留下 这也是神族的一个好处 理论上 它们是不用坟墓这种东西 除非是真的很怀念亲人 建立的衣冠种 至少我们神族环保 星云嘟着嘴巴道 许奇迹 神这么环保 小姑娘 你这话让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更好奇 这座宫殿又是谁创造的 大块头巨龙憨憨问道 在他们神族的记录中 并没有这座宫殿的存在 也就是说 历代的萨拉星试炼者 竟然没有一个人 抵达到这片白色沙漠 又或者 是进入这片白色沙漠后 回头就会将它遗忘 否则 不可能这么多试炼者 连一点内幕消息都没传出 世上 哪有不透风的墙 可能是这个萨拉星 曾经的主宰者 星云望向怀中的眼魔巴巴 进去吧 里面的主人在等着我们了 许奇迹缓缓道 这宫殿 有主人 祝福小植一经 明明他们感应了半天 都没有感应到丝毫生命气息 既然没有直接出手 那说明可以聊聊 星云抱着眼魔小号 第一个踏入到宫殿中去 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偏殿 爬了一条又一条的台阶 最终 星云等人抵达到了主殿 你们先在外面等着 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从星云怀中蹦下 主殿的门缓缓开启 一张白玉王座 出现在星云他们眼前 白玉王座上 有一点金光 隔得远 看起来应该是一张金叶 除了这金叶外 王座上隐约还有一个幽灵般的身影 在那里等着众人 许奇迹看到那一页金书时 便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像是受到召唤一样 往这片白色沙漠靠近了 这一页金书 正是当时他在防御内 看到的那只泥鹰抓着的金叶 他还记下了上面的剑术 学了些皮毛 应该就是因为 我学了金叶上的剑术 所以才会因为共鸣之类的原因 本能接近这片区域 想到这里 许奇迹的目光 又落在王座虚影身上 那道虚影 随风摇曳着 如同烛火 殿门口的星火 祝福小侄他们 看到这虚影时 身体不受控制 就将俯伏跪地 这是来源于他们本能的动作 不受自身控制 许奇迹的星海领域闪烁 将祝福小侄他们保护其中 星海领域轻轻一卷 将所有护殿战士 推出了主殿门口位置 远离主殿后 祝福小侄等人身上的压力 才消散开来 你们就在那里不要走动 我去去就来 眼魔小号披风飞扬 蹦入到主殿中 他一进入 主殿的大门自动合上 星云有些担心地 望着须巴巴法王消失的背影 但他们根本无法靠近主殿 这个主殿里的身影 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们只是看到虚影 就忍不住想要跪地 不知道 别问我 我不清楚 连知识渊博的暴风 也猜不出王座主人的身份 主殿内 王座高高在上 以王座为中心 延伸出六个扇形的区域 每一个扇形区域内都刻画着一些图案和符号 这些图案有全身是战甲的神族成员 有半个身体都是元素能量的神族 有看起来像是怪物但却拥有神族能量化的身体 最后 在这六个扇形围绕的王座区域内 画着的 则是一位长着巨大虎尾的女子 同样保持着能量化的状态 当看到最后那虎尾女子图案时 许七记也摸小号 只感觉腰部勒得震疼 身后的尾巴 仿佛受到召唤 如小狗般摇动起来 看来 召唤我到这里的 不只是今夜 还和我身后的武神之围有关 许七记心底透彻 那位让绝望之主 惦记在心的女武神画像 却出现在这片区域 让许七记心中好奇 王座上的虚影 从头到尾 只是静静地 看着许七记靠近 没有多余的动作 许七记在踏入到 女武神的图案区域后 就停住了脚步 这个距离 已经足够她将对方 送入到宠物空间中去 也就是说 此时 脚下已经是她的领域 接下来就看对方的态度了 对方态度友善的话 那就好好聊聊 但凡对方的态度 有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许七记就会毫不犹豫 将对方扔入到宠物空间里去 让她在宠物空间中 好好挣扎 白玉王座上的虚影 盯着许七记 她似乎在好奇 为什么对方不再继续上前 而停住脚步 能说话吗 许七记见对方不开口 便主动问道 王座上的虚影 似乎反应过来 她伸出手来 在白玉王座扶手上轻轻一拍 上前来 继承者 这里是神祖的传承之地 座上王座 证明你自己 验证你是否拥有 成为当代神祖的资质 一个似乎早就录好的声音 从白玉王座上发出 许七记 接着 那个虚影又伸手 再扶手另一侧拍动 录制好的声音再次响起 拥有神祖资质 继承我的力量 回归神祖祖地 挑战上代神祖 成为新的神祖 挑战上代神祖 神祖难道还是继承制的 一代代继承 而不是某个个体 许七记眯起眼睛 她想起了女武神 按绝望之主的说法 女武神就是前去挑战神祖去的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人眼前 难不成 她成了新一任的神祖 剑许七记似乎还在犹豫 王座上的虚影 再次按动扶手 这张王座 乃是神祖王座 是历代神祖意志 在完成使命后 回归而来所凝结的集合体 座上王座 继承历代神祖的经历和知识 那个录制好的声音 像是在解释 完成使命 归回王座 带着经历和知识 听起来就感觉有些坑 感觉所谓的神祖 就像是工具人一样 坐上王座 继承所有神祖的知识和经历 回去挑战所谓的上代神祖 然后完成使命 再等着下一位神祖的挑战 然后回归王座 卑微的工具 比起民族的人间体都不如 民族的人间体 只是被民族意志附体 成为民族在世间活动的肉身 在纪元之节结束后 民族意志会重新回去睡觉 而民族的人间体 还能活蹦乱跳继续生活 甚至因为民族人间体这个身份 在民界的地位会很高 不会弱于民族使者 不过 虽然坑 但是我喜欢 成为当代神祖什么的 我许某人愿意赴汤蹈火 助人为乐 可是我老家的优良传统 想到这里 许奇记的眼魔小号 大步向着白玉王座挑去 王座上的虚影 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静静等着许奇记的眼魔小号 更是伸出手来 似乎想要拥抱它 就在两者快要贴到一起时 虚影原本拥抱的动作猛的一变 变成了暴杀之势 王座之前就提醒过了 想要做上这张白玉王座 可不是跳上去 一屁股坐下就能成的 而是要证明自己 是否拥有神祖之资 是否有资格成为新的神祖 要证明 就肯定有试炼 许奇记同样早就做好准备 近距离下 他一箭斩出 古朴的剑翼 恐怖到贯穿天地的剑术 融会于剑上 两人各怀鬼胎 阴险程度几乎不相上下 剑气和阴影的手臂撞击 同一时间 许奇记得神眼亮起 交个朋友吧 兄台 而阴影竟然也同样亮起双眼 似乎也在激发某种童树 互不相识的两人 动作却出奇的一致 就像是一父一母的兄弟 许奇记得交个好友 铜树落在阴影身上 阴影的铜树也落在许奇记的眼魔小号身上 对方的铜树是精神力和空间系双重加持的 许奇记得眼魔小号 身躯在空间系的作用下 直接被扭曲 炸裂开来 但眼魔小号的气息并没有消散 在距离白玉王座白米开外 眼魔小号的身影凝聚成形 而他的手上 多了一页经书 刚才被对方的空间铜树炸裂 是眼魔小号主动在配合对方的结果 用的并非是头发分身 而是分尸神通 由莫先生临时创造出来的功法 修炼到一定境界后 能主动让自己的身体分成数段 用来躲避对方的攻击 许奇记的眼魔小号本来就是能量体 特别适合这分尸神通 瞬间就能将自己切碎成树块 白玉王座上 那阴影望着许奇记眼魔小号 微微一愣 他又低头望了自己空荡荡的手 似乎还没有想通许奇记的眼魔小号 是怎么消失的 紧接着 他又望向白玉王座 王座上的金叶不见了 好家伙 本队为对方 是要和他大战几百回合 然后坐上王座 结果 对方想要的 竟然是那金叶 而且 这眼魔法王还成功了 要知道 金叶虽然只是记录着剑计 但他在多个纪元漫长的岁月中 已经拥有了灵石 得不到他承认的人 是无法触碰到他的 所以 金叶也是随意被放在王座上 没有阴影的允许 按理说 就算给对方触摸的机会 金叶也不会被带走 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金叶真被取走了 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用头发抓着金叶 翻看着上面熟悉的内容 正当他准备将金叶收起时 突然一个恍惚 王座上的阴影 嘴角裂开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这是他的铜树 第二个功能发动了 他的铜树 是双重属性的攻击 一种是空间系的 能撕裂他眼中的目标 另一个是精神层次上的攻击 直接撞击灵魂 防不胜防 许奇迹一个恍惚后 意识被拖入到精神空间中 在那片黑色的精神空间内 许奇迹的意志 仿佛是只小蚂蚁 而在他前方 是如同创世巨人般的 虚影精神体 精神世界中 虚影发出怪笑 他蹲下身来 伸出手指 做出要捏死许奇迹的动作 在他铜树所创造的空间中 一切都受他掌握 他可以在这个精神世界中 各种血虐目标的精神体 让目标崩溃 灵魂重创 精神攻击啊 而且是这种 直接攻击目标精神世界的铜树 真是了不得 渺小的虚巴巴小号难难道 不过 这种了不得的铜树 对其他人而言 可能是灾难 但对付他的话 就是下下签的招式 碰 阴影正准备捏死许奇迹时 他所创造的空间 就像是受到了撞击 整个精神空间地震般地摇动起来 怎么回事啊 咔咔下一刻 漆黑的精神空间 就像是被破开了窗户 有空间闯了进来 一书 一剑 书本护住许奇迹的精神体 剑字则在许奇迹身边游走 并且 这剑字还引出了许奇迹身上的某件物品 宠物空间中 原本正在享受直白快乐的六翼剑客意志体 受到某种牵引 从宠物空间中暂时跨出 借着那剑字为媒剑 暂时进入到了许奇迹的精神世界中 六翼剑客现身后 伸手一抓 抽出了自己腰间的长剑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快乐被打断 六翼剑客的意志体 很暴躁的样子 一现身后 他连逼格都不维持 伸手 出剑 三十二倍加速 一道贯穿天地的剑气 凝聚成形 一剑破万法 剑气采集天地之力 一剑出 天地附和 正准备捏死许奇迹的虚影 就这么硬生生 被这剑一糊脸 他的意识被直接斩爆 斩成两半 甚至连通这个精神空间 都被斩成碎片 精神攻击的铜数 不攻自破 更惨的是 铜数被破后 会产生反噬 神经攻击这种手段 诡异莫测 直击目标本源 但他也是双刃剑 一旦没伤到对方 就会反噬其主 王座上的阴影 痛苦地 按住自己的双眼 头部晃动 好机会 许奇迹嘴角上扬 他伸手一钻 宠物空间展开 锁定王座上的阴影 先将对方抓进去再说 然后再通过宠物空间 去测测对方的梦境 探探他的底细 如果之后 真要融合他 继承神祖资质的话 再将他放出来便是 宠物空间是 能进能出 又不是绝地 甚至 在宠物空间中 刷满了和他的好感度后 说不定一会儿融合起来 效率也会更高 痛苦中的阴影 没有抵抗 或者说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世界上会有 宠物空间 这种诡异的手法 这种手段 根本不是九阶的规则和法术 他也不具备 对抗宠物世界的抗性 收获阴影的过程非常顺利 漩涡一转后 王座上空空如也 许奇记得眼魔小号松了口气 他望向手中的金叶 要不要将这金叶 送到本体那边去 但很快 他又摇头否定了这个念头 金叶看起来是很重要的东西 上面说不定会有神祖的定位手段 在这种敏感的时间里 不适合将这种东西 带到自己的本体那边 就先留在自己小号手中再说 眼魔小号 先将金叶收起 同时拔下一根头发 这头发 并不是眼魔小号的 而是从本体那里 早早转移过来 只是 种在眼魔小号的头上 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这根头发 变化出一个分身来 用来试验一些险地 比如 眼前的这白玉王座 眼魔小号很珍贵 不能轻易受损 于是 他激活了一根头发 化为一只新的眼魔小号分身 这只眼魔小号 分身蹦搭着 跳到了白玉王座之上 当头发分身做好时 突然一种传承之力 从虚空中灌下 这种感觉 许其既老熟悉了 民族当时的传承之力 也是这么降临的 他的骷髅小号 当时就从民族的女巫传承中 传承到了经验和知识 不过神祖的传承 比起明界亡灵女巫的传承 要霸道得多 亡灵女巫传承 主要是为了创造 能成为民族人间体的女巫 所以 传承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一步步传承 亡灵女巫的实力提升后 就能解锁更多的传承 最终打造一个 最适合民族的人间体来 而神祖的传承 就是直接填鸭式的 直接强冠 不管坐上王座的家伙 能不能承受传承的强度 反正一波强冠再说 能坚持住 就代表坐上王座的家伙 有成为新一届神祖之姿 如果被关爆了 那只能说 坐上王座的这个家伙 气量也就到这种程度 死了也就死了 许奇记得这根头发分身 就差点被关爆 感觉头发分身的体型 都被撑大了一圈 胖了些 好在头发分身 后面有两层缓冲为后盾 一层是眼魔小号作为过滤网 尽可能地将传承过来的知识 经验进行分类 再将大概整理了一遍的知识 经验共享给远在713世界的本体 本体坐享其成 这样下的话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神祖的传承给拿下了 许奇记的本体估算到 神祖的传承 不管有没有后门之类的 都没关系 哪怕后门再大 眼魔小号 都被神祖占据 都没问题 眼魔小号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后门 许奇记甚至很期待 神祖能看上眼魔小号 将它占据 而经过眼魔小号 过滤的神祖经验和知识 对目前的许奇记来说 是非常富贵的东西 知识这种东西 就是需要一代代的前人种树 后人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走得更远 有了神祖的这些经验 他的本体 在未来的晋级路上 能走得更轻松 传承的时间过得飞快 眨眼间就过去了半天时间 屋外的小队成员 牢牢守护在主殿门口 寸步不离 他们可以清晰感觉到 主殿内须巴巴法王的气息 正在不断增强 巴巴法王在里面应该有奇遇 而他们 仅是站在门口 隔着主殿的大门 心头都会不断涌上一波波的顿武 这是祖神传承时 偶尔泄露出来的 一丢丢知识数据电波 这些数据的电波 可以被神族成员接收 来自神族的知识 让这几位二代护电战士 茅塞顿开 以往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现在似乎都懂了 能量虽然没增长太多 但心境 理论都得到提升 未来的路 能走得更顺畅 他们哪怕守在门口 都不觉得厌倦 其中暴风 更是恨不得能守在这门口 为巴巴法王守门到天长地久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后 可怕的神祖传承贯体 才渐渐放缓速度 结束了吗 王座上的头发分身 已经有些撑不住 恐怕矮早 经过我整理后发现 目前传承的知识和经验 应该只是神祖传承的 纪上一阶段 之后还会有第二阶段之类的传承 但应该会有其他激活方式 眼魔小号琢磨到 神祖在多个纪元中 积累下来的知识和经验 非常可怕 哪怕只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传承知识 也不是短短一两天时间内 能完成传承的 到时换个分身吧 头发分身自问自答 这个分身正好可以完成 第一阶段的传承 然后暴体 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话音刚落 神祖的传承就猛的一贯 暂时告一段落 头发分身的身躯也爆炸开来 他撑到了最后 完成了使命 护眼魔小号也暗暗松了口气 这个时候 他有些希望能有人过来 替他揉揉脑袋 脑袋现在胀得很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来规避神祖传承的影响 正当眼魔小号稍稍有些放松时 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子 声音突兀地响起 但事实上 这沙哑的声音 并不是真正的声音 而是精神力直接作用在脑海中 是一种传音手段 眼魔小号转眼望去 便看到在白玉王座的后方 有一道修长的身影 缓缓踏出 出现在他的眼前 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空间波动 就仿佛他一开始就在那里 说吧 这位女子迈着猫布 来到白玉王座边上 大大方方地坐在王座上 修长的双腿交叠 眸中带笑 望向眼魔小号 神祖吗 眼魔小号望向对方 缓缓道 该来的 还是来了 他在接受传承的时候 已经推算到 神祖可能会降临的可能 神祖真算是九祖中 最复杂的一个 就目前 许奇记接触到的神祖 已经有好多个分裂体 充满萨拉星上的神祖种子中 蕴含的初始神祖意志 然后是那位一手将整个神祖 引向能量体化的神祖雕像 这位应该是初始神祖 在萨拉星上经历了某些事情后 被谋算 从而占据了初始神祖身躯的存在 再接着 就是眼前这个女性 眼魔小号在看到对方后 就立马猜出了她的身份 因为她小号后方的尾巴 有些蠢蠢欲动 像狗子的尾巴在摇晃着 就像是遇上了主人 女武神吗 那位在绝望之主 口中的挑战神祖的上任 护足法王 从白玉王座这边的信息来看 这位女武神 很可能就是上一个神祖传承者 接受了传承后 前去挑战上界神祖 然后成为这界的神祖 完美的工具人 不过 这位女武神在挑战神祖前 可能已经意识到 自己将成为工具人 得事实 所以 她留下了一些手段 比如她的尾巴 比如她那件束腰的法器 她留下了这些东西后 才去成为神祖工具人 未来也是 想借着尾巴和束腰法器 进行某种目的 比如 从工具人的状态中分离 许七记看到对方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猜出了 对方的想法 你比我们都要更聪明 你也比我们都能忍得住诱惑 女武神坐在王座上 双腿交叠 轻轻抖动 每一个抖腿的人 心里都有一台脚踏式缝纫机 女武神心中的缝纫机 肯定是二倍速版本的 腿抖动的频率非常快 这代表着 她应该很激动 或是紧张 而且 从一开始 她就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通过精神沟通的方式 和许七记在交流 从她的话中可以听出 她已经看到了 许七记用分身 坐上白玉王座 去接受神祖传承的事 这种方法 是她和历代神祖工具人 都没想到的方法 或者说 当他们来到这座宫殿 看到白玉王座的时候 精神就受到影响 满脑子只有 坐上王座 接受传承 这么一个念头 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等他们冷静下来时 恐怕已经完成了神祖的传承 成为了新的工具人 你心中有什么疑惑 趁着我还清醒 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女武神笑眯眯望向眼魔小号 历代的一位位神祖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 继任的神祖 和真正的神祖 之间又是怎么一种共存方式 许奇记眼魔小号思索片刻后问道 初始的神祖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意外 所以需要一代代的工具人来 继承他的神祖位置 完善自身 但工具人和真正的神祖之间 是怎么一种共存方式 你的问题非常好 说是共存 倒不如说是继任的神祖 也就是我们这些工具人 最终融入到神祖那庞大的体系中 成为他的一个分身 成为他的一部分 女武神一手脱塞 我们这些工具人 获得的好处 可能就是成为一纪元的神祖 能行使所有神祖的权限和力量 但神祖的权限和力量用得越多 受到的影响就真大 最终 整个人都会变成神祖的模样 许奇记听到这里 心头思索起来 神祖的做法 可比民族的人间体 要恶劣得多 神祖是曾经受了伤吗 或者说 民族是不是也曾经受了重伤 听到这两种可能性后 他下意识就会将神祖和民族的状态 联想到一起去 一个培育人间体 一个培养工具神祖 这世上哪有这妖巧的事 你是不是在怀疑 神祖是否受了重伤 你的这个猜测 无法回答 因为我也没获得真正的答案 这个问题 也是我曾经一直思索 和寻找答案的事 女武神回答 那等一纪元过去后 以前的神祖工具人们呢 许奇记问道 自然是沉眠了 和神祖一样 陷入漫长的沉眠状态 甚至别说是历代工具人了 就连我这种最新的工具人 也抵挡不住那种诅咒般的沉眠 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休眠状态 女武神算是知无不言 未来的某一天 当真正的神祖恢复后 或许所有的历届神祖 都能跟着恢复苏醒 成为有自我意识 又受到神祖控制的牺牲分身吧 等于是有自我意识的傀儡 这显然不是 眼前这位女武神想要的状态 所以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你想做什么 眼魔小昊再次问道 女武神不可能会因为 单纯的善意出来 和她解释这么多事情 她肯定是有某种目的 而这个目的 应该是需要她来帮忙的 很简单 我不想当神祖了 也不想在未来 成为神祖的一个傀儡分身 女武神望向许奇迹 露出好看的笑容 不愧是曾经的狐足神女 这一笑就能让人恋爱 如果是青春萌动的少年 一看到这笑容 肯定就会陷入到恋爱的海洋中 一秒内 就连孩子叫什么都能敲点 但许奇迹早已经不是蒙动期的少年 虽然对方的笑容很好看 她却没有陷入其中 可能是狐女没有尾巴 魅力值还没达到临界点的原因 没有尾巴的狐女魅笑 是会减分的 我能帮到你 许奇迹主动问道 说起来 她倒是想到了狐女刚才和她对话中的一个画点 一界的神祖工具人会撑住一纪元之久 在一个纪元结束后 等到下一个神祖工具人出现 才会陷入到沉眠中 但女武神的时间点不对 这个纪元虽然快要接近纪元之末 但还没结束 而她的出现会不会成了替代品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女武神望着许奇迹屁股上的尾巴 那是我的尾巴 是我的象征 但是现在 它是你搭了 既然我的象征都已经是你的了 那你就是我了 没毛病 如果我拒绝呢 眼魔小号淡定道 当然是已经迟了啊 女武神笑得更好看了 可能是心情特别好的原因 她这次笑的甜度超高 糖尿病患者见了得当场发病那种 早在许奇迹的眼魔小号 将尾巴装上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虽然你很谨慎 用了一个奇怪的分身来代替你自己 坐上王座去接受传承 但分身接受了传承 传承知识还是到了你那里 你已经完成了神祖传承 成了候选神祖 你已经证明了你自己的神祖资质 你就是神祖接下来的王 女武神毫不脸红地夸赞许奇迹 就差要将自己脑海中所有的夸奖之词 都念一遍 说吧 她站起身来 对着许奇迹张开双臂 别挣扎了 最后送你一个拥抱 然后你成为神祖 我的这具成熟的神祖身体 也可以交给你 一切都可以送给你 抱歉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许奇迹拒绝道 没关系 我不介意 女武神双手虚抱 眼眸小号的身躯 就不受控制 被吸引了过去 从今天起 你就是新任的神祖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而我要的 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可以 准确来说 这部分曾经也是属于我的 女武神说的 自然是自己那条好看又保暖的尾巴 尾巴才是她的本体 她要通过这条尾巴 在许奇迹眼眸小号 成为新祖工具人的过程中 让自己的灵魂 和和许奇迹尾巴间 完成偷渡流程 如此一来 她的屈窍 就可以留在神祖体系中 当个傀儡 甚至交给眼眸小号 也没问题 而她的灵魂 会复到尾巴上 悄悄断开 获得自由 反正 你本来就是要成为神祖的 不是吗 女武神用力抱住眼眸小号 另一只手 抓住了大尾巴 加羽 路底 达巴 程 坑